以上二文 是为以作用特征的概念 是就天道作用及圣人作为同时并用的概念 既是说天道的本体论又是说圣人的境界论 这也显示儒学体系在章载的建构中 依然显示为一天道与人道合一的论理模式 无论章载是就圣人作为来设想天道 还是就天道措施来设想圣人 这一个天人共构的思考模式 就正是中国哲学真理观的固定思考模式 由于章载只在作用特征上讲神话 因此连带的对于鬼神的存在性问题 章载也予以转化为作用原理 亦即鬼神只是如同阴阳 屈身往来之一对作用原理而已 因而名俗义的鬼神 观并不存在章载的哲学系统中 整个存在界中有感知的存有者 也就是动物与植物两种 而动物与植物的生长即灭亡 也就是鬼神的伸缩二意而已 这当然又是章载批判到佛的理论立场所致 例如他也明白指出庄子言 神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参见其言 鬼神者 二气之良能也 圣者 至成的天之位 神者 太虚妙印之目 凡天地法相 皆神话之糟破耳 十七 十八 说 鬼神者 二气之良能也 就是最强势的将民俗义的 鬼神观 给撤销掉的说法 鬼神 概念不再是神微赫赫的他在存有者 而是阴阳 动静 屈身的抽象原理 言 圣者 至成的天之位 神者 太虚妙印之目 凡天地法相 皆神话之糟破耳 就表示章载所关心的事情 只是圣人用心置事 并作用神妙 以及天道化师 使得天地万物皆流行而有理 因而是神话之糟破 以及是说一切现象是皆为天道所作用而展现的 另见 动物本珠天 以呼吸味聚散之见 植物本珠的 以阴阳身降味聚散之见 物之出生 弃日智而滋习 弃日反而游散 智之为神 以其生也 反之为鬼 以其归也 十九 本文即是以动植物的生命存在即死亡即消散的现象 讲说鬼神之作用意义其实就是阴阳之作用原理义 以聚身为神以散将为鬼 右见 天道不穷 天道不穷 寒蜀 寒蜘 寒蜘 众动不穷 屈身 以 鬼神之时 不悦二端而已 二十 鬼神 往来 屈身之意 故天曰神 得曰是 人曰鬼 二十一 以上二文即是再次明言 鬼神就是阴阳作用的抽象原理 明俗义的鬼神概念已经被张仔撤销 张仔还有一些语句人颇有明俗义鬼神的味道 然身 旧知 仍然不是说为格鬼神而是说作用 参见下文 鬼神常不死 故臣不可言 人有是心在隐为 必尘尖而见 故君子虽处忧毒 防疫不屑 二十二 本文是说 人心的作用意为一曲身往来 此一作用意必显露 无论如何隐为 他都过通过曲折幽静而展露出来 使自己承受善恶之果 无法掩饰隐藏 所以要除恶物静 因此文中之 鬼神 就是 人有是心在隐为 就是内心中的企图心或欲望 虽不说出 却极强烈 如鬼神之不死 因此 鬼神常不死 其实就是强烈的心思念律的趋身往来之作用 并不是民俗意鬼神 在谈以上所论重点 而不是神仙 而不是神仙 鬼神之说 庄子说神人 是说的明确的神仙位格存在着 而这是张宰反对的 张宰否定鬼神存在 那么对于人死为鬼的民俗现象作何解释呢 参见其言 弃于人 生而不离 死而由散者未魂 据成行之 虽死而不散者未破 二十四 魂者死而由散 但尚有未散时 未散未鬼 故而日常语言说鬼魂 但终究会散去 散去则无鬼 至于尸体 死而不散未破 但尸体最终依然要解离 魂也会散 破也会散 于是人死后通通散完 最终无鬼 无鬼也无神 鬼是人死散完而无鬼 神是作用神妙而有神 有神不是为格神 张宰在概念定义上 降鬼也好 神也好 都定义光了 无鬼亦无神 儒家对于鬼神概念的这个解消方式 是在珠希处一有继承 但是在碰到祖先祭祀的时候就产生严重的理论解释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到珠希鬼神观时再详细论说 五 天 是天道作用之天而非鬼神作为之天 天 概念的使用意义是涉及一个哲学体系是否具宗教性世界观的关键概念 在张宰言 在张宰言天概念之重点 显见其人为陈述着一理性秩序 以及一理性的天道原理 而非有鬼神存在的位格性的意志天 天 因此也就是天道 天道 则正是整体存在界的总原理 我们特别提出张宰的天概念使用方式来讨论 就是要检查它的哲学概念之定义系统是否具备一致性 尤其文字使用而言 张宰的哲学思路显然是清晰且一致的 以下我们先引用张宰直接论说 天 概念的文字 然后再结合它论说 天道 概念的文字一起讨论 参见其言 天不言而似实行 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福 臣于此 动于彼 神之道语 二十五 本文是说 那个理性的天道秩序并不以人格的方式而言说 但是却能规律的约束及安排着四十的运行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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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道教化而神奇妙以故百姓顺服 圣人以诚意用心致是 Underscore Underscore 臣于此 获得实际功效 Underscore Underscore 动于彼 这岂非天道灵作用神庙的验证吗 所以 其实不是为格神在操弄世界 而是圣人体贴理性秩序诚意操作而却有致是的时效 因其却有时效 故说为神 故而说神是说其管理有时效之神庙 故而 神道社教 重点在社教不在神道 因为没有为格神 只有社教作用的神庙而已 因为社教是符合天道的 而天道作用是必然神庙的 所以以天道作用的神庙说为神道 其实正是社教作用的神庙 天不言而信 神不怒而微 臣故信 无私故微 26 本文是说 那个理性的天道 不以为格行事言语动作 但却作用真实 Underscore Underscore 天不言而信 并且似若有为格性存有者的 以规律规范着众生 故而极具威严 Underscore 神不怒而微 事实上 这根本是天道持续不间断的作为 故信 Underscore Underscore 成故信 而正是因为天道无私心 而且体悟不宜 故而任何具体个别存有者对天道的感知就是极具威严 因为个别人物有私我之欲 而天道不轻私 存有者因而畏惧天天道 故曰 无私 无私 其实不是为格神在威灵显赫 是人类自己在畏惧 而天道只有神妙作用 没有威怒的情意 说神不怒 神不怒 只是要说其有威 实际上是天的作用 只有神妙没有威怒 而说威 神不怒 由于他只是一个天道原理 他真诚的作用者故作用实在 他无私的作用者故显现威严 令人敬畏 虽然言说 不怒 似若未格意 但是这只能是张载论神的假借性使用意 而不是哲学性使用意 参见下文集之 天之不测为神 神而有偿为天 二十七 本文是说 天就是一个天道的理性秩序 说他神时只是因着他的作用神妙的抽象性真 而说他是神 然而 他虽然作用神妙 却也运行有偿 有偿即是理性秩序 即是天 所以张载无论如何论 神始终还是必须回归 他只是理性原理的意义 也因此天也就是理性秩序 而不是魏格 鬼神 的意思 有偿即是他的理性秩序意 不测 是他的作用特征 而神也就是天道 也就是理性秩序 至于张载直接论说 天道 的概念时 天道 就更是一个由圣人校学的理性秩序了 参见其言 天道四十行 百物生 无非至教 圣人之洞 无非至德 夫和言哉 二十八 本文是说 天道作用着天地万物之诸事 十四十行 百物生 这一切的作用都是有着参赞化欲的教化意义的 圣人动作期间 亦皆是以教化为目的 故而一切行动皆是智德的显现 但是天道与圣人都只是直接实践而已 并不言说 虽不言说 确实有智德 由此我们确定了张载言天极言神都是理性秩序及其作用特征的说而不是威灵鬼神意的说 六 以天地之性 气质之性 二分的人性论说 诚信 功夫的毅力根据 性 概念在张载的讨论中呈现出重要的张载论人性问题的观点 而人性论正是未说功夫论的毅力根据 张载人性论当然又和他的宇宙本体论有关 张载重视气化世界的阴阳作用 因此认为社会活动中的对立现象便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而张载则也在理论的建构上予以合理化说明 这因此就成为他的人性善恶问题的重要命题 张载提出 天地之性 及气质之性 的概念 说明人性在存在的实然及理想的应然的两层意义 透过 善反之的功夫 而得 诚信 诚信 也是张载特别使用的一个概念 指人存有者经过功夫修养后达至君子 圣人的境界 所以 诚信 是一个 功夫境界论 的概念 反倒不是一个 人性论 的概念 至于 善反之 则就成为了张载论说功夫的一理模式 参见其言 气本之虚则战亦无形 感而生则聚而有相 有相思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思有愁 愁必何而解 故爱物之情同出于太虚 而促归于物欲 疏而生 忽而成 不容有好法之间 其神已夫 二十九 本文中章载提出爱物现象 本皆天道一气通流中必有之现象之说法 有气必有感 有感必有爱物之情 情亦流于欲 能疏忽收摄者乃圣人君子之神 收摄及后文所言之 善反 的功夫 前面一段之气感流行则预设了气质之性的概念 如其言 行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顾气质之之性 君子有福性者焉 三十 本文是张载明确提出 气质之性 与 天地之性 两个概念的一段文字 从根本上言 人性只有天地之性 以及与天道同其流行的善性 但是在行直的过程中会有暂时的气质状态 此即说明人会为恶的现象的人性状态之因素 但是此一会为恶的人性状态只是以不知同归复返的暂时现象 并不能将知识为人性的本质 顾气质之性 君子有福性者焉 于是君子在有气化通流的过程中的暂时状态适应与改正的 善反之 即是张载说此改正活动的概念 因此也就是张载的功夫论格式 如其言 性于人无不善 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过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 命于人无不正 系其顺与不顺而已 行显以侥幸 不顺命者也 31 论于人性时 根本上言 张载还是性善论的立场的 这当然是指的人的本质性本性 以及天地之性 恶指被说为气化流行的暂时性状态 以及气质之性 而圣人君子的存在就是以返回天地之性 为功夫修养的实际做到了就是 诚信 了 至于命的问题 儒家从来都是不管吉凶的个人遭命 而只管天命的道德职责 因此现实上的顺逆都是考验的机遇而已 都是尽得修业的课题 因此都是正面的吉的事情 处顺尽则奸善天下 处逆尽则修养自己 这就是顺命 处善尽则贪得无厌 处逆尽则行显侥幸 这就是不顺命 若能顺命 则就是都只是顺天命而行善一事而已 气质之性 是来自于身体存在的需求 故而说为耳目口鼻之欲 过度则为恶 这是儒学体系说明恶的来源的方式 以及诉诸宇宙论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 而说有恶 至于本体论中是没有恶的言说于地的 本体必是善的 性意是善的 天地之性必是善的 只有气质之性中可说有恶 因此恶之存在指救者宇宙论 而成性的功夫作为就是去除气质之性的欲求 复返天地之性的知识意 其言 以为参考 人之刚柔 缓急 有才与不才 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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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之相亦而有种种个性才情之差别 但是却都禀受相同的 天地之性 故而应 氧气反本 则 尽性而天 亦即应以 天性 未为人之宗旨 此一集章载论说功夫之之事格式 如果这个 天地之性 没有尽全 就是天地之性未成 此则人由气质之性做主 故而 性未成则善恶混 于是君子之做功夫及应持续为善 务必达至 恶进去 知境界 此一集章载对 一传 知 臣之者性 的解释 由 天地之性 气质之性 说至 臣性 即是章载由人性论说至功夫论的理论格式 四 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路 以下集从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的四个面向再次架构章载哲学的整体面貌 前文 前文从章载特殊概念的使用中说明他的哲学 是较能力极章载哲学是较能力极性的揭露章载哲学的理论特点 以下从基本哲学问题的进路来说明章载哲学是要整体性的铺成章载的理论体系 是企图说明章载在理论建构上所完成的整个体系的大帽 以实有不虚作用神妙的本体论 本体论讨论整体存在界的价值及变化原理 以及示意宇宙本体论价值及原理皆以意义性存在而为实体 即传统术语中之天道概念之所论者 在中国哲学的天道概念之讨论中 思路的推演多位就者整体存在界而言说其普遍原理 或者讨论其目的性问题 或者讨论其虚实有无的问题 或者讨论价值的是非善恶问题等等 就章载而言 价值的善恶问题旨在个别的存有者上谈 及其讨论天地之性及气质之性的说法中 至于整体存在界的善恶问题则非其所生论之重点 这并不是说它的天道论有着与人性论不同的价值立场 而是它其实已经直接继承 一传中庸以成以善说天道本体的理路 因而并无创造性的说法 章载较有创造性的本体论问题的观点是表现在对变化原理的抽象意义问题的探究上 重点有二 其依未以 实有不须说此整体存在界从而批判到佛的思路 这一条思路正是张载在正蒙诸多篇章中的主旨 小于太和偏大于谈 太和 太虚 都是为着论说此意 其二 则是以 作用神妙 说天道 这是为着理性的天道原理的不可得见 确实有作用之特色 而说的作用神妙 此一神妙说还引出方法论上的两个理论问题 首先 因著作用意的神妙说 使得张载将 鬼神 概念转化为抽象原理的概念 从而解消了鬼神存在 其次 也因着天道作用的神妙之说 而转意至圣人作为的神妙说中 一及一方面是说着天道的作用神妙 却同时也是说着圣人的作用境界 本体论的原理 意的道体的抽象性真与境界论的圣人境界同意 说圣人境界等于说天道性真 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命题思维脉络的特色 关于张载本体论的神话译的抽象性真问题 本文已讨论于前述重要概念解析之神话 概念译文中了 此处不再重述 以下引文主要将说明其论于 实有不虚的本体论原理者 参见其言 气具则黎明的诗而有形 气不具则黎明不得诗而无形 方其具也 安得不畏之客 方其散也 安得具畏之无 三十四 万物由气所构成 这是宇宙论的问题 但就如同天道是善的价值主张一样 并非张载哲学创造的重点 宇宙是气的构成 也不是张载理论主要要论述的重点 而是在气的构成中的作用原理与意义界定的问题 就本文而言 张载要说的是 气之存在是真实的 但是却有可见与不可见的差异 关键旨在气之聚散与否 但无论聚散与可见不可见 现象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根本是气 也就是根本时有地存在着的 当然也因为是气的聚而有形 因此其有形存在意是一暂存的现象 并非永久的现象 所以可以以客说之而不可以训身只有 至于当其散入无形之时 行虽散去却仍然存在 因此并非永远消失 故意不可说 无 张载说 安德巨位之无 即是张载认为道家传统的本体论是以 无 说本体 事实上 作者认为 张载的说法是一步精确的错认 只要进行更精确的一理解析 道家行上学传统 自老自以降 无论是和尚公 严君平 以至王弊 其实都是以无形之无意说辞道体 而非以道体的根本意是无说辞道体 以及是宇宙论进入的无形说 而不是本体论进入的虚无说 实际上道家并没有那样的主张 反而是与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是一路的思维 道家另一说无知思路是就着价值意的最高境界 说的 那就是 无畏 说 道家传统的价值命题中 无畏的地位始终高于人意理之 但无畏是说价值 不是说存在意的 实有 或 虚无 张载误以为道家有此意 因而社论批判 虽然被批判的对象实际上不存在 但是张载主张的明确意义也因此更彰显 另闻一言 气之聚散于太虚 游冰宁是于水 知太虚即气 则无无 故圣人与信与天道之极 竟于参武之神变异而已 诸子浅望 有有无之分 非穷理之学也 35 由上文可见张载确实是强势地主张一切实有 而这样的主张的知识依据就是 计划世界观的有形无形之认识模式 以下转入讨论张载的宇宙论观点 2 阴阳往来 鬼神不存 的气划宇宙论 宇宙论建构是当代学人对张载认识的重点 36 但是宇宙论通常会与本体论命题交缠 因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就着整体存在借谈价值与意义与律则等问题 因此我们也会有宇宙本体论这样的表达方式 以下我们还是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张载的宇宙论问题中 就此而言 还是有相当多的重要观念及知识在其中 张载名句 企划宇宙论 大齐 以企划世界观说宇宙论其实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共同思维 张载乃是明确的将如学理论以企划世界观为宇宙论的表述系统 这在 一传 中谈阴阳观念及周敦仪谈太极 阴阳 五行观念时 其实就已经是就着企划世界观来谈的了 因此也可以说主张 企划宇宙论只是张载继承于前儒的理论 非观创造张载企划宇宙论的重要心意有三 以下论之 首先 张载提出阴阳二气往来永不止息的命题 这个命题的重点在于将阴阳说位屈升 升降 往来的作用 以及自然现象的流变即是阴阳作用之一 更近而言之 更将自然事物的出入 有无说谓阴阳作用 此即转入解说自然世界的生灭现象之有形无形问题 以及对有形无形的现象都是为阴阳二气流变的进程 因此都仍然是在 时有之气 之存在结构之中 张载以此说无形意味时有 说一切现象都是有而不是无 这是本体论的观念主张 这个主张的客观知识依据就是宇宙论的阴阳二气往来不习之说 因为二气永恒的往来 故而现象持续的起灭 而虽然现象有生有灭 但却只是二气往来的显现 二气横存实存 所以并没有 无 的状态 这正是张载有意说于对抗道佛的理论建构 张载相关的讨论在论于 太和 太虚 中已有陈述 此处及不在隐文身论 其次 张载宇宙论中明白排斥民俗宗教义的鬼神观 这便是张载为三教世界观不同的立场分野所做的理论建构 可以说是张载宇宙论哲学中最强势的重要哲学命题 究其时 先秦孔孟并未深述鬼神不存在 指其价值依据及良知发动不诉诸 鬼神威吓而已 但是张载却是在如学史上首位明确将宗教民俗意的鬼神概念转意为作用原理意的鬼神概念 鬼神成了阴阳作用原理 透过鬼神概念的重新定义 解消鬼神作为存有者的存在意义 换言之鬼神不存在了 这倒是张载宇宙论中最为重要的主张 像这样的世界观立场的差异才是三教一同的重要课题 因为三教价值观的不同实际上是以世界观的差异为决断的 而张载如学建构中的反道佛立场更则是他理论的首要目的 为此而声明 并无鬼神 只有阴阳 便是他的理论特色 撤销了鬼神存在的张载哲学 从哲学立场的鲜明化以及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上都有着重要的成就意义 但是如学理论体系中是否必然要撤销鬼神存在呢? 是否可以保存鬼神存在的宇宙论地位 指其价值观的真定仍然由圣人操存 这其实也是先情如学理论对待鬼神问题的基本态度 指其没有明确化的给予鬼神以宇宙论地位而已 但恐、梦、雍、义、中也确实没有在宇宙论的位问题上有否定鬼神存在之说 我们只能说 这是哲学史的过去成果 恐、梦、雍、义、将价值自主性交付在圣人身上 从此造就了儒家的学派立场 但是对于鬼神存在问题始终没有明确断说 一方面鬼神存在是民俗生活中的普遍认知 因此不亦否定 二方面论说鬼神又极易造成价值自主性的丧失 因此不欲肯定 因此始终没有断说 但是从学派理论建构之需要来说 儒学当然应该对于鬼神的存在性问题有明确的表述 张宰就是极为明确的表述了一个知识上的说法 而他采取的做法是撤销鬼神的存在 从方法论角度讨论 如果说有儒学理论明确的融受了鬼神的存在 那么这样的理论是否还是儒学的呢? 作者认为 是否是儒学的理论的判准并不在鬼神存在与否的知识立场上 而是对于经验现实世界的人文活动及社会体制的价值肯定上 换言之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的哲学立场问题 而不是一个客观宇宙论的知识架构问题 否定鬼神存在固然直接一致于肯定人文的价值命题 以及能够顺推个人修养的功夫命题 但是这也只是理论建构的可能性之一 以及儒学宇宙论如果结合了鬼神的存在 其实依然可以保有前述价值立场 一传及懂重书之学集是如此 重点旨在 是否功夫理论中的主体性价值自觉的可能性人能保存 一传中述说不多 但似乎没有重大的理论缺失 懂重书言说平凡 却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多有纠缠 三十七 并且忽略了君子圣人自作功夫的理论重要性 因此他的有神论如学理论建构受到许多攻击 作者认为 理论建构就是思考方式的尝试与冒险 懂重书之说有其缺点 章载之说也未必无疑 真正的关键人在于 人类对于鬼神存在的经验认识问题 当人们无法在一般常识性经验中却知鬼神存在时 说他存在或说他不存在其实都只能是思考方式的独断而已 章载建立思考方式提出他的主张自有其理论建构的成效在 而这个问题则仍将在如是道三教价值观念与世界观知识的辩论中持续进行 关于章载论说鬼神问题的相关讨论已在前述 神话概念的讨论中引用过前文已提及的 弃于人生而不离死而由散者未魂 据成形直虽死而不散者未破 三十八这是章载以弃存在的知识意义说人死后知生命 其中身体未破,精神未,魂,魂,先散去,未散未鬼,破,以尸体而慢慢解消 但即便是,破,最终亦将消灭 这就是后来朱熹处理此事的做法 所以章载还是主张明俗意的鬼神并不存在 人死后就算有短暂的魂魄现象 那也终究只是暂时现象 总之,作者并不企图对于如学论说鬼神之知识之首是首非提出批判 只是就知识史的过去进行方法论的厘清 于是呈现此一如学史中论说鬼神的知识实况 作者认为理论建立应基于真实经验 道教与佛教对鬼神有有经验的宣说 理论体系中也容受有鬼神存在的知识辩证 关于鬼神的问题还是道佛的知识权 如学对知存而不论可也 无须必说其无 至于论说 却有 亦不必要 因为如学并未提供实践正知的方法 如道佛之修炼 修行功夫理论者 暂说至此 章载宇宙论建构的第三项重点是对于 天体运行的言说 它是却有发言 且敢于发言 这其实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范畴了 是宇宙论哲学中的自然知识的范畴 在论究涉及价值立场的哲学体系时 这一部分的自然知识通常是不列入讨论的 但是章载却专闻讨论之 三十九 章载对此一知识领域却有知识的事实 却也显示了它在三教辩论中的学派立场 如学价值以现世人伦及社会体制建构为目标 对于此在世界是视为时有且永恒且未实现理想的场所的 世界就是肉眼所及的这个世界 因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言说 世界就是重要的知识学习目标了 章载对天体运行的自然哲学知识 倾向于魂天说的改良系统 以及主张易旋转运动的天体 及附于其中的日月星辰 其系目赞不申论 作者认为 章载在此一问题的知识活动 应指示意学习 接受并转述的地位 其中有知识创造的学术贡献地位的 仍是其言说阴阳的部分 这就汇入前述企画宇宙论的知识系统中 三 大心无我 善反诚信 的功夫论 功夫论哲学 作为哲学 基本问题 应该是每一套儒学理论 都应该蕴含的部分 指其是否作为主要理论创造的重点 就章载哲学而言 作者认为 他在功夫论哲学问题上 亦有创新性观点的提出 这也正是本论文题目中 已经显现的一指 以及作者认为 章载在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论的四项哲学 基本问题中 都有创造性观点的提出 这就表示了他是一位思考面向广泛的体系型哲学家 就功夫论哲学的问题意识而言 这也是涉及极广的 有讨论自宇宙论及本体论的知识及观念中推演出功夫命题的问题 有讨论由人性论的理论建构来铺设功夫命题的可能根据的 有讨讨论与境界哲学的主张相一致的功夫命题的 更有讨论具体的功夫操作方法的智慧语录的 甚至有实际功夫操作的活动记录的 章载的功夫论观念表现在几个不同的问题层次上 首先 从宇宙本体论的知识架构和 推演而言 章载以整体存在界的十有流变为宇宙本体论的主旨 如此一来论说功夫的重点就在于 体贴此一体流变的世界整体 大心及无我 就是针对这个理解而提出的功夫观念 其次 从人性论知识架构来论说功夫时 因为章载提出 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对差 显然 天地之性是本有的 是必然的 是永恒的 因此功夫的格式即是自己 善反 即可 善反 而完成其性之 成性 此一观念亦可谓对 尽性之命 说的全是 第三 章载在许多篇章中讨论了许多更具体的功夫操作方法 这就是具有功夫时修经验后的发言 可见章载自己立身处是是真正在实践儒家的价值观的 这第三部分的材料众多 本文赞不一一细数 以下说明第一集第二部分 首先讨论 大心 的功夫观念 此一观念与境界哲学的讨论较为接近 并且是 无我 功夫观念的依据 参见其言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物有未体 则心未有外 世人之心 指于闻见之霞 圣人尽信 不以见闻故其心 其是天下无一物 非我 孟子未尽心则知信之天以此 天大无外 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和天心 见闻知之 乃物交而知 非得信所知 得信所知 不蒙于见闻 四十 本文中章载提出 见闻知之 即 得信所知 的概念区分 见闻知之 即为以物与物互相区隔的分别知之 人在 见闻知之 的状态中就不能善体天下之物 以及不能关怀天下事物 以及天下事物有益于我心关怀之外者 以及在功夫上没有做到 大心 大心 就是以 得信 而知 也就是对于孟子 静心知信之天 的说法的解读 具体的意义就是以天下万物皆与我有关 皆是我所应关怀的对象 于是展开修己以得并照顾百姓万民之事也 张宰江 大心 与孟子 静心 何意 于是乎静心 知信 知天 而展开功夫境界论的理论铺陈 又见其言 静心然后知生无所得 则死魔所丧 未常无知未体 体之未性 41 本文是说在 大心 的功夫发动后 人将拥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感通的理解 于是只要无一己之私 生食并不因己之存在而更拥有什么 死后也不因自己的不存在而减少了什么 因为自己本来就以一无己的胸怀感通互动于整个世界 生死之间并不隔合了人与天地万物的感通的真实 死亡并不真无 而人是有 此一永恒地是有的体认就是道体的原理 也正是个别生命的存在的真实意义 是他的性 又见其文 知性知天 则阴阳 鬼神皆无分内耳 四十耳 知道了人与天地万物一方面应气化世界观而通流为一耳为一体 另方面因大心的功夫而在主体的智慧理解上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 则此时天地之间一切现象变化的阴阳之事 圣而幽明显微的鬼神之事就都不是与我无关了 实际上都是我所应关心 能够影响圣而主导的事物了 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 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信诸道 命诸天 我体物未常疑 物体我知其不疑也 至于命 然后能成己成物 不失其道 四十三 我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在存在上与天地万物一气通流而为一整体的同体 因此善尽我的生命的动能即是推进了天地万物的存在的知能 将我自己生命历程处理好了 也就是将别人的生命历程以及外在事物的进程处理好了 我们一定要以 与天地万物一体 的天道见识为自己的信分 以天地万物的流行意义为自己生命历程的根本意义 我关怀天下万物之心未有隔阂 因万物必有所感 故将因感知我的关怀而获得生命的慰藉 也就是这样我们完成自己也顺成万物而助于有道的境界中 以上从孟子静心观念说 大心功夫观念的依据在于宇宙论的企画世界观的天地一气通流之知识之中 对于这样的知识在提炼出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意义 这就进入了本体论的天道认识之中 依据这个认识主体的功夫即是大奇心 大奇心即是关怀所有的人与事物 物使一物不移 这就是张载明确提出的功夫论的观念 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借由权势孟子而提出的说法 此一说法亦指清晰亦有新意 确实是张载论说功夫的理论创建 张载并非指之论说宇宙本体 而对主体性活动的实践之学魔所认识 就大心功夫的实作而言 张载还常提出 无我的功夫观念 无我才能 大心 张载论于 无我 并不违背孔孟人意之学 无我 实事无私我 无私我之后才能真正尽人意 由于谈论有无的问题 时常成为如道意见争辩的焦点 因此张载论说 无我的概念就特别值得强调 参见其言 无我而厚大 大成性而厚胜 四十四 本文集直接指称 无我操作 无我的功夫 主体的境界才能壮大 此集大心的功夫要求 心体广大 摩索隔阂 人性中的气质之篇集完全撤除 而全体是天地之性 而完成了性分的根本意境 以及 成性 了 成性 以及圣人的境界出现了 令文 无我然后的正己之境 存神然后妙应物之感 四十五 无我 才能将自己的真正财性都彰显 从而展开有影响效力的应对诸事 又见 天良能本无良能 故未有我所丧而 四十六 我们的良能就是 天地之性 的展露 它既是自我的也是天道的 因此自我与天道合一的境界是人人可得的 之所以不能获得 其实是有私我之意造成的阻隔 另见以下三条谈 成性的文字 成性妄然后可与尽于道 四十七 化则无成性已 成性者 亦知未语 四十八 无成性者 始终而已 四十九 成性 就是私心 成性妄 就是妄 私心就是无我 化就是化消心中的私己之欲 就是心念中的私矣 一个人没有成性了以后 做任何事情 就会就着事情本来的道理来进行 就能做到 始终 无我 即 无成性 是章仔论功夫的格式 丝毫没有被离儒家价值阵营 这是因为功夫理论所处理的问题是广泛的 如果论究本体功夫 这个本体就必然只能是儒家的人意理之 如果从境界上说 也就是从此向大心体天下万物的境界说 就能有 无我 的功夫观念 无我 是境界观念转出的功夫理论 接下来讨论 净性之命 的功夫 净性之命 功夫的知识是来自 人性论 的观念的 前文讨论章载的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 问题时已处理过 复返 天地之性 的功夫及得以 善反之的观念统之 以下再引述文从 净性之命 的观念深论之 如其言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 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天所命者通极于性 欲知及胸不足以枪之 不免忽必知枪之者 未知学也 性通忽气之外 命行忽气之内 气无内外 假有形而言而 故思之人不可不知天 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 五十 人要处理自己的生命进退时 首先要认识到生命意义的根本应 是以天道为个人的意义 以此为个人之本性时 也就是以天的知性 为生命的真实本性时 那么人生受气成形的过程中 所挂搭的气质之性 就不应该遮蔽他 这是旧性的认识境路说的 所以天所性者 就是要说君子论性以天道为性 不以气质论性 故气质之性 君子有福者焉 五十一 从命的进路说时 天道是会以天命的格式贯注于个别人性之中 即负于一 天地之性 与人 如此则个人的生活情境的好坏 就不应搅动心境 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进退上 会有人生意境的昏蔽 在性命的感受上 会有不顺畅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的功夫没做好 这就是未尝学 没有做功夫 没有善反之 没有无我 没有诚信 论性 就不要受气质 知必 论命 就要以天性 灌注到生活中来 而不受私欲之气性影响 气根本上说 并不受行之限制 行 是个别存在物的暂时拮据 知道气的流动通于有行无行 因此在价值认知上 人就不能外于他人而又于私我 这就是对天道的认识 有了这个认识 然后进行 无我 大心 的功夫 这就是尽性 这才是处理生命进退的震荡态度 文中亦再次见出 如者知不以个人遭遇未命 而指以天命为命的论说格式 这样的思考方式 章载是十分透彻的了 相类似的话语是很多的 另见下文 占一气之本 公取 气之欲 口腹于饮食 鼻舌于臭味 皆公取之性也 知得者属燕而已 不以视欲类其心 不以小害大 莫丧本焉而 五十而 气行之后有欲存于其间 此即公取之欲 此欲以气行而存在而说为气智之性 实非战亦通极之真正本性 因此有得者不依之而亦亡不反 不知反即受限于私欲 即不能大心 即心受累 智者得者不能以小害大 以莫丧本 即不能以气行之后之公取之欲 而要以占一气本之 天地之性 卫性 这才是尽性 能做到此 则性命问题一起解消 由此集的建出章载论 恶的来源是诉诸于宇宙论的身体存在之身里 需要而说有恶 说其过度而为恶 有需要并不恶 过为恶 于儒学体系中的本体论是说不得有恶的 恶只能在宇宙论的现象中说 因此不是根本恶 反而是根本善 只要善反即得 下文集言 得不胜气 性命于气 得胜其气 性命于得 穷理尽性 则性天得 命天理 气之不可辨者 独死身修妖而已 故论死身则曰 有命 以言其气也 与富贵则曰 在天 以言其理也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亦简理得而成为呼天地之中也 五十三 人之德性就是要能改正气性的缺点的 否则就是受气拖累 能改正导正的话 个人之性即以天地之性显相 从而与天道合 似由天德贯注 追求天理 实践本性则天德为我性 天理为我命 这以上的讨论都是要说明人不可以受到气性的限制 气性也实际上不能限制人心的价值活动 唯一必须被气性生命限制的不过就是生死一世而已 所以说 死生有命 这确实是弃行以后的行弃生命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及生活意义的事情就完全不应受气性生命影响 这就是涉及所有的现实生活的顺利感受的事情 有尽性的人的生活必定是富贵的 故 由于儒家对于个人命运的现象问题始终置入不重要的地位 因此儒家也没有建立在人间的富贵 寿命之律则 因此此处之言说作者认为 亦只能是说到心理感受上的富贵与寿命而已 寿命并不是得位 得位是人间命运亦的富贵 寿命是天道义命义的大 有大 者必以各种形式的作为推动礼乐教化 这是寿命 君子之寿命以教化的施畏意义 而不是以 福 禄 寿 畏 畏意义 这是儒学义礼的格式 有本文中亦可知章载论 礼 的命题也是很多的 但不若诸西般的全面展开 本文谈到的 大得必寿命 的观念自然是 中庸 一传 中都已经出现过的观念 这当然又是儒家哲学理论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 大得必寿命 的讨论其实就转到了境界哲学的问题 章载对于圣人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 以下论之 四 大为天德 甚不可知 的境界论 章载建构如学 为圣人立法 终究是要说到圣人境界的 章载说圣人境界在知识上的重点有二 其一为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其二为圣人与天道同其神庙 说为一体是就气化世界观之全体通流而说 但这只是存在流变上的客观的一体 要在具体的人存有着身上落实就要做功夫实践 一旦做到之后 就是一个 大为天德 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一个神化妙用的境界 甚且是一般俗人无法真知的 因此是 甚不可知 以下本文即将就章载说的为圣人的大化境界 即神庙不可知 二一加以说明 大为天德 就是一个大化境界 大化 表示在现实的管理上确实将天下事物予以真定 而至百姓各得其乐 这事的为圣人才能做得到的 故而 大为天德 是一方面主体的功夫以达至圣人的境界 另方面圣人易于的为中施行教化且有实效之意 但就章载哲学语句陈述的内涵分析而言 章载有为此一 大为天德 在主体功夫修养意上做详细便说 却没有在 大 得为 意上做深入建构 就 大得必得为 的哲学问题 章载的讨论是不深入的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故而我们也就不多加讨论了 虽然作者一直认为这是极重要的问题 五十四 神妙不可知 就是 圣不可知 就是圣人境界百姓难知之意 以下逐一引文讨论 大为天德 即 圣不可知 的境界问题 这是章载对于的为且施化天下的圣人的境界讨论 参见其言 神 无我而厚大 大成性而厚圣 圣为天德不可知之为神 故神也者 圣而不可知 五十五 本文将几个概念做了明确的关系性定义 无我 的功夫操作之后 主体才可达到 大 的境界 主体与天地万物不格 十集 大 大集 成性 主体 成性 即个人的修养以真完美之境而得为圣人 圣人 即 为天德 者 即主体之修养以与天道合一而得称为为天德 者 说 圣为天德不可知之 是说百姓不知 不是圣人不知 圣人是智者 诸是皆知 因百姓不知而说圣人是神 其实不是以圣人为神人 而是说圣人有神妙的特质 是说因其神妙故而凡人不知其境界之意 然 虽然百姓不知 并非圣人有影 指其神妙如天道而已 如天道就是简单的 人知智义之境 五十六 而已 如其言 圣人有感无影 正由天道之神 五十七 圣人是无隐藏的 只是百姓有私心故不知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天道也 圣不可知也 圣不可知也 无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五十八 百姓有心 故不知无心之圣人之境界 因此章载十分强调圣人的境界就是 天道 的展现 天道不宜万物 故对万物无心 及无私心 及圣人应有之境界 一定要达到为天德的境界之后 才能显现作用的神话之境 如其言 神话者 天之良能 非人能 故大而为天德 然后能穷神之化 五十九 达到为天德的神话 一进时已经不是普通常人能做的事了 他就是天之良能了 但他其实还是人之良能 只是是圣人之能 圣人之能能穷神之化 章载也是十分强调 画的境界 说神 多半是说其神妙不可知 说 话 就多是说其却有时效的意思了 因其必有时效 故意必为 得圣人熟 之后方可 如其言 大可畏也 大而化不可畏也 在熟而已 以为 穷神之化 乃得圣人熟之智 非智力能强也 六十 这事说能 化 的境界绝不是勉力强位可得者 必是以真圣人之境界之后才能拥有的 其实孔子自卫 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时就已经具备价值知识的绝对正确判断能力了 但是要在日用常行中绝对不犯错却要七十岁才算做得到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于举 所以张仔讲达至不勉强的境界才是真境界是极有道理的 这样的话张仔还一再重负其言 大而化之 能不免而大也 不倚而添 则不测而神矣 六十一 化 就是圣人施位于天下之际 天下受其得批而百姓有幸福生活可言者 这是真正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可能为之的 所以这样的事业变得说为天为神 有言 先后天而不为 顺治理以推行 知无不合也 虽然 得圣人之认者皆可免而至 由不害于为化而 大己圣以 化则为呼天得以 六十二 勉力为圣固然意的成就一番事业 是达到化尽的圣人境界之意 此意之圣人 当然其行动就像是天道的作为一样了 达到化的境界的圣人才是真正为天得的意思 同样的意思 意见下文 穷神之话 与天为一 岂有我所能免灾 乃得圣而自治而 六十三 以上对最高境界的讨论已到了极致 下面在引述文说明张仔对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些具体操作心法 何乐 道之端呼 何则可大 乐则可久 天地之性 久大而已 六十四 章仔强调人是要在 何乐 的心境中持续很长的实践 才能变化 气质之性 达到 天地之性 的 这也说明了追求 天德之位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急求不得 必须是在心境中直接化处急功近利的情绪 才可得知的 这其中 交令是最大的毛病 交令的发生都在 无我 的功夫做的不够 一时情绪上来了 就既交且令了 亦觉得自己做的功夫强于别人了 就交令了 这就是不够大以及不能化 如其言 大则不交 话则不令 六十五 做人是不能骄傲的 做圣人更是不能骄傲 以为自己强于别人 就是没把别人看成自己 就是没有以天地万物为与我同体者 这还是私我之心作祟 为君子 大为天德 为圣人时 就是要 以道为我 而大 不是私我的大 私我之大 只是狂事而已 绝非圣人之境 如其言 以我事物则我大 以道体物我则道大 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 大于我 这荣不免狂而已 六十六 前文言集 甚不可知 为什么百姓不知圣人 这是因为百姓有私我之心 有私我之心时 主体并不是在天德流行的状态中 因此其流畅变化的意境便皆完全不能掌握 而处处受阻隔着 如其言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天道也 圣不可知也 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六十七 又言 圣不可知者 乃天德良能 立心求知 则不可得而知之 六十八 这都是说 思我 知心不化除 就是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圣人的境界 以上诸文是从境界说功夫 是从对于境界的了解而说功夫的知识 功夫论的知识形态当然是多面向 多层次的 境界功夫是从境界说功夫 这也正是考验着我们的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发展进程是否跟上了古代哲学家的真正心灵运私之路径 以下再引二文以正说同样的意思已为本节之结束 大而未化 未能有其大 化而后能有其大 六十九 神话者 天之良能 非人能 故大而未天得 然后能穷神之化 七十 五 批判道佛的理论建构 对于道佛 对于道佛的批判 张宰在宋明诸如中是属于较激烈的 他不仅其致鲜明的反对道佛 并且明确的建立如学理论以对抗之 事实上 我们应该说 整个北宋诸如的理论建构都是为者正说如学高于道佛而进行的 只是各家则分别从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意识下手入路 张宰则是其中最为全面性的一位 并且还明确的伸说如与道佛之同意辩证 张宰批评道佛的说法 前文多以提及 主要是张宰自己的如学本位的宇宙论及本体论的建构 至于以此为基础 用以批判道佛者 则仍有几种形态的差别 以下将整理归纳出张宰理论批评的三个主要脉络 其一位以实有不需批判佛教以世界为虚妄之说 其二位以有无统一批评老字道家之以有生于无之说 其三位以有无变化批评庄子道家之有长生不死之神仙之说 张宰批评道佛之理论有时混合的说 有时即分析盛清 细书之即有以上三路 三种批评意见是各有对象的 但是张宰对这些对象的理解未必准确 张宰自己有一套说这些被他批评的对象的知识状况 但是这些言说却不能说就已经确的掌握了对方 因此我们其实是借由他对道佛的批评来认识张宰自己思想的要点 而不是佛老庄三家认识张宰的哲学立场 他的理论建构当然是基于哲学立场 而对抗道佛的立场就是他自己的哲学立场 所以在这里其实正是最能见出张宰思路的重要关键 以及经由张宰对佛老庄批判的知识立场 就终于可以见出前述所有张宰哲学体系知识陈述的根本原由了 参见其言 知虚空极器则有无隐显神话性令通义无二故聚散出入行不行能推本所从来则生于意者也 若未虚能生气则虚无穷 气有限 体用疏觉 入老式 有生于无 自然之论 不时所谓有无混义之常 若未万象未太虚中所见之物 则物与虚不相资 行自行 性自性 行性 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未见并之说 此道不明 正有猛者略知体虚空未性 不知本天道未用 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 明有不敬 则乌世界干昆未幻化 幽明不能举其药 碎裂等妄亦而然 不悟亦应亦阳犯为天地 通乎昼夜 三极大中之举 遂始如 佛 老 装混然依图 与天道性命者 不枉于恍惚梦幻 则定已 有生于无 为穷高极为之论 入德之徒 不知则数而求 多见其避于避而现于盈矣 七十一 本文集是作者寻一张载对到佛批判意见是以佛、老、庄、三线位对象的材料 如其言、碎始如佛、老、庄混然意图 一集如应与佛老庄作区分 细读张载、正蒙、全书涉及批判道佛之语句 即确实呈现出针对佛老庄三种形态的批判意见 就本文而言 文脉中的意见则实为 对于佛、老、之批评 张载批评佛教的主要要点就在于指出佛教是以世界为虚妄的存在 陷于佛屠以山河大地为剑并之说 枉于恍惚梦幻 而张载当然是主张世界的存在 不论有形无形都是实有的 并且是有意义的 至于对老子的批评则是说 他把天地万物的生灭现象说成 有生于无 入老式 有生于无 自然之论 以 有生于无 为穷高极为之论 其实天地是一个有无隐显的统体和谐 并没有这样的根本无的意境 关于张载由批评到佛以致陈述己说的部分 此处不再多说 以下将继续引文说明张载批评到佛的形态特征 令文言 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然则圣人静道其坚 坚体而不易者存神其至矣 比喻寂灭者亡而不凡 殉身只有者物而不化 二者虽有坚以 以言忽施道则君焉 其实而 此处所谓 比喻寂灭者亡而不凡 是对佛教的批评 而 殉身只有者物而不化 则是对于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的批评 而这正是对于庄子神人说的批评形态 如其令文之言 甚不可知为神 庄身谋望 又未有神人焉 七十三 由此却知张仔是把庄子当作主张追求神仙不死的知识形态 至于对老子的批评则誓言其有无声有之有无之说 令见 诸子浅望 有有无之分 非穷理之学也 七十四 张仔对老庄的批评意见其实是不相同的 但是重点是在张仔认为自己是在面对一个讲宇宙时原是根本无的宇宙本体论以及一个讲现象不坏灭的神仙只有说 至于老庄是否就是如此 作者不以为然 但此处我们也不展开讨论老庄的思想真相的工作 只是就此点出张仔自己设想的狄论的形态 从而更准确的理解张仔哲学体系种种主张的根本用意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主张 太和 实的 有无统体和谐 之意是为对付老子有生于无之论点 主张 太虚 实的无形本体必然散入太虚之说 实是为对付庄子神仙说 而以有无统一无非教化皆是实有之说 则是为批判佛教以山河大的为虚幻之说 于是张仔则以自己的知识立场建构理论批判到佛 而成就了他的儒学创作 张仔对佛教为实学说还有一些批评参见其言 成无生者 天知神也 不知以性成生而自卫因生发至 贪天公为己利 无不知其之也 明和之灾 因物同意相行 万变相感 耳目内外之和 贪天公而自卫己之耳 七十五 事事妄亦天性而不知梵为天用 反以六根之为因缘天地 明不能尽 则乌天地日月未幻望 必其用于一身之小 逆其置于虚空之大 所以于大于小 留顿失忠 其过于大也 臣戒六合 其必于小也 梦幻人士 未知穷里可乎 不知穷里而未尽性可乎 未知无不知可乎 臣戒六合 未天地未有穷也 梦幻人士 明不能就所从也 七十六 对于三教辩证问题 作者始终认为 没有相应的主体智能 时是无法论断他教的知识系统的 特别是到佛两教之世界观 本就不以此在世界位 唯一且真实永恒的世界 因此其价值立场自然有别 至于其正说世界观的功夫理论 则硬不仅只是一套知识学说 而是要进行具体实践 如果硬是要站在任何一教的世界观 知识体系而来论说其他两教 那么这是永远没有理论的真正交流的 佛教为实学说自然是佛教知识整体中的一个环节 张宰以他的实有世界天道性命的说法来批评 确实只能是一场不能真有交谈的辩论 所以我们也只以此说作为认识张宰知识立场的资料 而非认识佛教甚至批判佛教的有效材料 5. 结语 本文借由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对张宰哲学进行讨论 主要写作目的在呈现张宰哲学的体系性建构 彰显张宰理论建构的全貌 文中可知 文中可知 张宰论于 天地之性及气智之性 建文之之及德性之之 魂魄、理 等概念都在后来的珠希哲学中更灿然的被呈现 显见观念创造的力度 至于批判到佛的立场及立论方式 则几乎成了如学对抗到佛的标准思路 魏见后如在批判到佛问题上有根本思路的超越 显见义理建构的深度 至于张宰论说功夫的直节上题 显见心学绝非到象山 阳明才畅盛 其论说境界之观念 又与陈昊之说近似 所以作者说 宋明如学在张宰手中已经是一套体系完备的理论 各个哲学基本问题的面向 张宰都已经提出创建 深入陈述了 问题指在我们于自己看待宋明如学理论建构的知识意义了 也就是说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道理争辩了 此意作者已有许多意见表述在对于劳斯光木宗三极方东美先生的理论讨论中 此处不再多论 总之 站在平等对待如是道三学的诠释立场上 进行呈现传统哲学体系的客观知识面貌 即是作者目前的工作目标 以上对张宰哲学的诠释即是以此目标来进行的 是魏晓杰 以本文为参加2003年东亚汉学国际会议 而作日本九州大分县力艺术文化短期大学主办 初稿完成于2003年10月23日星期四 二参见桌著杜宝瑞 2003年1月小鱼对劳斯光宋明如学全市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大鱼 世界中国哲学学报 第七期页55-105 杜宝瑞 2001年7月小鱼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行上学问题意识大鱼 辅大哲学论集第34期 页147-192 三参见桌著杜宝瑞 2001年4月小鱼对务宗三宋明如学全市体系的方法论探究大鱼 哲学杂志第34期 页20113 杜宝瑞 2001年7月小鱼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行上学问题意识大鱼 辅大哲学论集第34期 页147-192 四 杜宝瑞 2003年6月小鱼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大鱼 接地学刊 第五期 页33-71 南华大学哲学系主编 五 一九九九年11月30日 小鱼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大鱼 山东 周易研究 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山东大学中国周易学会主编 六 参见其言 动物本珠天 以呼吸味聚散之剑 植物本珠的 以阴阳身降味聚散之剑 物之出身 气日治而滋习 物身即淫 气日反而游散 智之为神 以其身也 反之为鬼 以其归也 张仔 张仔 正蒙 小鱼动物篇 大鱼 张仔 及 汉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应行 一九八三年出版 以下隐文痛于此书 故将紧著篇名 七 参见其言 气于人 身而不离 死而由散者未魂 聚成行直 虽死而不散者未魄 张仔 正蒙 小鱼动物篇大鱼 八 参见其言 悟 行开而至交诸外也 梦 行碧而弃专忽内也 悟所以知心于耳目 梦所以原就于习心 一味鸡梦取 宝梦语 凡物 梅 梦 所感 专语气于五藏之便 荣有取烟耳 张仔 正蒙 小鱼动物篇大鱼 九 参见其言 身者 行气相扎而成 两气者 骨响雷声之类 两行者 伏骨寇吉之类 行杂气 与善敲使之类 气杂行 人声声黄之类 是皆物感之良能 人皆习之而不察者而 行也 身也 臭也 胃也 温良也 动静也 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别 痛意之便 皆地则之必察者于 张仔 正蒙 小鱼动物篇大鱼 十 参见其言 陈鸣所知 乃天得良知 非文件小之而已 张仔 张仔 正蒙 小鱼 臣鸣偏大鱼 十一 张仔 正蒙 小鱼 太和偏大鱼 十二 张仔 正蒙 小鱼 太和偏大鱼 十三 张仔 正蒙 小鱼 太和偏大鱼 十四 张仔 正蒙 小鱼 太和偏大鱼 十五 张仔 镇蒙 小于神话偏大鱼 十六 张仔 镇蒙 小于神话偏大鱼 十七 张仔 镇蒙 小于太和偏大鱼 十八 张仔 镇蒙 小于太和偏大鱼 十九 张仔 镇蒙 小于动物偏大鱼 二十 张仔 镇蒙 小于太和偏大鱼 二十一 张仔 镇蒙 小于神话偏大鱼 二十二 张仔 镇蒙 小于神话偏大鱼 二十三 张仔 镇蒙 小于神话偏大鱼 二十四 张仔 镇蒙 小于动物偏大鱼 二十五 张仔 镇蒙 小于天道偏大鱼 二十六 张仔 镇蒙 小于天道偏大鱼 二十七 张仔 镇蒙 小于天道偏大鱼 28.张仔,镇蒙,小于天道偏大于 29.张仔,镇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30.张仔,镇蒙,小于陈明偏大于 31.张仔,镇蒙,小于陈明偏大于 32.张仔,镇蒙,小于陈明偏大于 33.张仔,镇蒙,小于陈明偏大于 34.张仔,镇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35.张仔,镇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36.劳斯光先生就说 张氏之系统人士行上学与宇宙论混合之系统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三上,页171 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11月6版 36.作者所使用的本体论名词与 劳斯光教授所使用的行上学名词有一定的差异 37.由于行上学这个词与在其他当代学者的使用上 37.有时候也包括了宇宙论问题 37.所以作者便舍弃行上学这个专有名词 而使用本体论这个专有名词来和宇宙论问题做明确的区隔 37.参见桌著 杜宝瑞,2003年月 小于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 如学建构大鱼,哲学与文化月刊 第352期,页19-40 38.张仔,镇蒙,小于动物篇大鱼 39.参见其言,的纯音凝聚鱼中 天浮阳运炫鱼外,此天地之长体也 39.横心不动,纯系忽天,与浮阳运炫而不穷者也 39.日月五心逆天而行,并包忽地者也 39.得在气中,虽顺天左炫,其所系成相随之 39.稍持则反以喜而诱饵 39.兼有缓速不齐者,欺振之信书也 39.月阴经,反忽阳者也 39.故其幼行最速,日未阳经,然其指本应 39.故其幼行虽缓,亦不纯系忽天,如恒星不动 39.经水赴日前后进退而行者,其理今生,存忽物感可知已 39.正心得泪,然根本五行,虽其行最缓,亦不纯系忽的也 39.活者亦因直,为阳翠烟,然其气此日而为,故其池辈日 39.为木乃岁一圣衰,故岁立亦臣 39.臣者,日月亦交之次,有岁之相也 39.张仔,镇蒙,小鱼参两篇大鱼 40.张仔,镇蒙,小鱼大星篇大鱼 41.张仔,镇蒙,小鱼臣鸣鞭大鱼 42.张仔,镇蒙,小鱼臣鸣鞭大鱼 43.张仔,镇蒙,小鱼臣鸣鞭大鱼 44.张仔,镇蒙,小鱼臣鞭大鱼 45.张仔,镇蒙,小鱼神话篇大鱼 46.张仔,镇蒙,小鱼臣鸣鞭大鱼 47.张仔,镇蒙,小鱼大星篇大鱼 48,张仔,镇蒙,小于大星片大鱼 49,张仔,镇蒙,小于大星片大鱼 50,张仔,镇蒙,小于陈鸣片大鱼 51,张仔,镇蒙,小于陈鸣片大鱼 52,张仔,镇蒙,小于陈鸣片大鱼 53,张仔,镇蒙,小于陈鸣片大鱼 54,参见其言,得不胜气,性命于气,得胜其气,性命于德 穷礼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礼 气之不可辨者,独死身修妖而已 故论死身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 与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礼也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亦简礼得而成为忽天地之中也 所谓天礼也者,能曰诸心,能通天下之智之礼也 能使天下曰且通,则天下必归焉 不归焉者,所胜所欲之不同,如众你与济世之君也 顺于有天下而不予焉,者,正为天礼殉智,非器柄当然,非智义所欲也 必曰,顺于,云者,于非成事则求焉者也 小于成名篇大于由此可见,因为张仔也指出孔子并卫的卫 虽然他以,所胜所欲之不同,来解说 但这就表示了,气行,对的卫已经形成决断性影响 因此,大德必得卫,的命题张仔不算是处理得很彻底的 五十五,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五十六,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五十七,张仔,正蒙,小于天道偏大于 五十八,张仔,正蒙,小于天道偏大于 五十九,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一,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二,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三,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四,张仔,正蒙,小于成名偏大于 六十五,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六,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七,张仔,正蒙,小于天道偏大于 六十八,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六十九,张仔,正蒙,小于中正偏大于 七十四,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七十一,张仔,正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七十二,张仔,正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七十三,张仔,正蒙,小于神话偏大于 七十四,张仔,正蒙,小于太和偏大于 七十五,张仔,正蒙,小于大心偏大于 七十六,张仔,正蒙,小于大心偏大于 二十三百二十二三,第六,CCE,QA4E9 199C14334F8,CED74E5,D23219F760E07 D0CA059308 697E314E232B211B3EB60B211A618B7D483E6DB9CB23261707482OK9 Text斜线HTML29Friday26November2015.50分26秒GMT28203219年2月9AFC-495E14C8E6C81003Heights6170748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者作、学术资源 乘移行上学功夫论与医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循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义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义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 朱伯坤书、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宰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儒书学建构的易理探究、 陈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乘移行上学功夫论与医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行上思想、朱熙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枭、 The Metaphysics of Truth 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红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红心性哲学、胡红儒学相关论指、 对胡武锋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论胡红从成人心性到误说的儒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事工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辅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 陈来有无知竞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 王夫之意学书评、 带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陈以形上学与功夫论及 医学评评评评评进入的儒学建构、 以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by Chen, Yi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the Metaphysics and Practical Theory and the I-Gene Study, 摘要 本文之作, 以呈现陈以功夫理论与 形上思想的意理格局为写作重点, 并给予陈以意学著作的理论意义之说明。 作者认为, 在形上学意理方面, 陈以以天命说性, 以性为善, 论说性善论的本体论, 此意义理自是孔孟义雍之一贯之论述。 陈以以气并说恶之来源, 此说, 如学解决性善论的理论与现象割离的理论困境, 又与张载之创作意理方向一致, 实为如学言说善恶问题的重要件数。 陈以以心为善以恶为情为欲为意味 被气诸说, 保住心概念之本善之定义而从而得以继续要求于主体的向善实践的动力, 此说在定义上虽有勉强, 但是意理上保住向善实践的心的主宰意, 却实极为符合儒家立场的建树。 在功夫理论方面, 陈以以主境说说本体功夫, 是位移策上策下的本体功夫理论, 一理完整。 陈以论功夫又以格物置之的诠释, 提出一套重视客观环境条件的知识性掌握的学习目标 以及主体心意志贯彻的下学上达功夫理论, 实为具现实经验的更为完整的功夫理论。 陈以最后以心性天理性命仪式总收本体功夫的融贯意理, 展示了他的理论以真圆满的境界。 陈以注意, 重视, 周易, 经文作为君子修养成圣的诠释意义, 如学义理义一路撰写了解一支经典之作。 陈以令涉及理论议题众多, 本文上讨论关于境界哲学相关问题, 以及企划宇宙论的若干意见, 以及涉及历史哲学命定论思想的部分。 关键词, 行上学, 存有论, 亦沉传, 主境, 格物置之。 大纲 1. 前言。 2. 本文分析架构的方法论说明。 3. 行上学的建构。 3-1. 性善本体的存有论建构。 3-2. 气柄之恶的存有论建构。 3-3. 仁义理智概念的存有论建构。 3-4. 综合说的存有论与功夫论建构。 4. 功夫理论的建构。 4-1. 以主境说本体功夫。 4-2. 以格物置之说下学上达功夫。 4-3. 以静心知性知天, 穷理静性致命说本体功夫。 5-5. 义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6-6. 其他哲学问题。 6-1. 境界哲学的论述。 6-2. 气化宇宙论的若干观点。 6-3. 历史哲学的命定论论述。 7- 结论。 1- 前言。 诚意论学。 下开诸锡一大体系, 又呈诚号一特殊形态, 其学思之特点为何, 是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 本文之论述将针对两大主要哲学问题及其他若干旁之议题进行论述。 两大主要哲学问题。 亦为作者认为即是乘以学思之重点问题, 及其有重要创造性观点之问题。 其一为形上学的本体论或存有论问题, 另一为功夫哲学的本体功夫及下学上达功夫之学的问题。 旁之问题为乘以对境界哲学的零星论述, 对气化宇宙论的若干意见, 以及对于命定论的知识态度等。 此外, 乘以尚且是北宋一招最重要的儒门艺学家, 其巨著, 易成传, 在哲学史上的儒门艺学史之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实际上, 作为儒门艺学的, 易成传, 仅做了经文, 团, 大小巷的书解, 未及细词, 文言, 杂, 说, 续等传之论书, 其中表现注解经文的哲理根据的思想发挥, 就是他的形上思想及功夫理论二路, 而这就应以涉入本文之所论中以, 本文一将九成以及, 一成传, 中的一学进入之儒学建构进行说明。 本文所欲探究的形上学及功夫论的两大主题, 是作者认为诚意哲学在儒学史上具有创造性贡献的两大论述主题, 他们的知识意涵为何? 这是作者要处理的重点。 作者既不采取劳斯光先生批评行上学思路的态度, 二,而愿为发掘其行上思路在他的理论体系里的作用功效, 作者也不顺着穆宗三先生及与别子卫宗的诠释角度, 三,而要认定成一的思路也是梦学的继承。 这就是一种,广开儒学义理的理论面向, 承认一切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价值, 最后并不坚持儒家所说一定是最终的完备性真理, 只为呈现他们的思路历程而已的工作态度, 因此本文中作者将直接进行承移形上学及功夫理论哲学论述的知识解析, 以为清晰呈现承移的哲学创作之内涵。 二,本文分析架构的方法论说明。 本文以形上学及功夫理论两大哲学基本问题来探究承移之学, 实际上就是指出承移就是在这两大哲学问题上有重要的哲学意见的创造。 作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研究, 首应注重他的具有特殊贡献的意理创造部分, 站在儒学史及中国哲学史的眼光中来进行承移思想特点的探究工作时, 作者即要指出行上学及功夫理论正是承移论学的特殊重点, 并且是行上学问题中的某种特定问题, 以及功夫理论中的某种特定理论。 行上学,这个词汇是充满奇异的, 就本文之讨论而言, 成已讨论了性善论的价值问题, 但是论述重点却释放在性与天、道、理、 心等概念的彼此角色及互动关系上以及诸概念内含之同意和构上, 因此其实是一种存有论问题意识的讨论。 文中作者即以性善本体的存有论说明之标题论述之。 另外,为了说明恶的存在现象的问题, 成已也讨论了性与气、心、情、才、欲等概念的关系的问题, 作者即以气柄之恶的存有论哲学建构之标题论述之。 在这个讨论中, 作者分开确立价值意识的本体论问题与讨论性与其他概念关系的存有论问题而认为成已哲学创造的重点, 其实都是在存有论问题上。 本体论这个中文词汇在中文世界里讨论西方哲学的时候是和存有论这个词汇一起使用, 而且通常没有被区分, 它们都是ontology的中意, 因此作者的这个区别也只是使用在中国哲学的讨论中才做的区别。 就本体论各词汇而言, 因为中国哲学传统文本中极已有本体这个词汇, 且一直鲜明清晰, 并且在如是道三交的讨论中, 这个词汇都是重要的价值意识的普遍原理意义下的命题概念, 本体是道、是实相、是天命, 且都是指向最高概念范畴的价值意识本身, 因此在谈论价值意识的天道或人性之时即以此为一本体论哲学问题。 至于对道体的概念做抽象思辨时的特征主张的问题, 传统上也可以以本体论这个基本哲学问题来归类它们, 但是如果以存有论这个术语来称术时也是极为适切的, 以及是关于一切存有物的存在性进行讨论之学, 例如讨论性气关系,讨论道气关系, 讨论心性才情欲的关系及定义等等问题, 这些都是针对以特定存有类别进行抽象定义的思辨活动, 天道心性理气才情欲这些都是特定概念, 针对以特定概念进行思辨分析的讨论,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存有者, 而这些思辨分析的工作也都是谈的概念的存有特征, 存在地位及活动定位等等问题, 因此作者以讨论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形上学问题为存有论问题, 以及作者以存有论概念来总设这些形上学问题, 而以三角辩证问题下的价值立场的决断问题为本体论问题, 以及以本体论概念来总设价值决断的问题, 以存有论概念来总设概念范畴的关系定义问题。 当然,以上的区分只是作者本人的区分, 目前学界一尚未见到相同的使用区分, 因此就学界一般使用而言, 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以本体论这个概念来同时讨论两种形上学问题, 或以存有论这个概念来同时讨论这两种形上学问题呢? 当然可以。 因为在学界的概念使用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进行这样的区分是作者在讨论如学理论问题时, 使成一学思的两种思路得以眉目清晰地被陈述, 也,使成诸禄王之学以及论梦学雍之学的种种同意辩证问题的 已被清晰厘而进行的问题意识的区别, 甚至是简别三交的命题主张的进入而衍生的概念使用的区别, 作者这样的使用如果确实有助于厘清问题澄清宗旨, 这样的区别就是一个使用上的好的建议, 否则就是再度制造中国哲学术语分歧的乱源, 自然会被弃之不顾。 作者之所以要以存有论的哲学术语来说明陈怡的对于概念关系的定义讨论的哲学问题, 是因为这一部分就是陈怡的哲学特殊创造特色所在, 前此之儒学是没有这样的思路的, 但是这一套思路却为朱熙所继承, 而大开一系中国哲学的一理格局, 穆宗三先生以别子为宗说之, 但是作者并不认为穆先生的书解释清晰的, 作者认为对于陈怡学斯特点的解说上有众多虚伪澄清之处, 此一本体,存有问题之区分, 以及形上,功夫之区分, 以及功夫理论中的本体功夫, 及下学上达功夫的区分都更能澄清陈怡学斯的要目, 这也正就是作者撰写本文的目标所在。 在旧,功夫理论,问题而言, 成疑之学有继承传统的本体功夫之学, 即是主静说一项, 即对静心之性之天及穷理静性致命之权式, 它就是劳斯光先生所说的心性论之学, 因此并非只是劳斯光先生认为的 形上学本性论一路之学而已, 同时也不是穷先生所谓之别子。 陈怡令有谈格物智之的下学上达功夫一项, 此说下开诸锡格物智之说之一大功夫理论形态, 在儒学史上影响重大, 他的哲学一项为何, 本文上有许多可言之处。 以上两大哲学重点, 是作者认为是陈怡之学的要目, 另外一项重点当然是他的艺学大作, 艺成传, 这一部分本文艺将适度予以处理。 陈怡在形上学问题上首先对于天道至善及人性本善诸说是十分坚持的, 在儒学系统内说天道及心性之善的命题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因为要追求理想社会以及培养理想人格的儒学, 对于价值意识的善意识的确断应是一基本价值理想的立场, 因此理论上要处理的重点应是在于如何说明并解消现实中确实有恶的问题, 对于恶的现象的存有论说明, 以及在修养论问题上的如何与以解消逸确实是孟子以后的焦点问题, 寻子、董仲书、杨雄、已至章载、程浩都有所陈述, 这其中寻子、董仲书及杨雄都没有坚持或明示人性是在天道下灌上本质地有益绝对的善性之在者, 四,这就使得要求人人为君子的理论目标难以论述完成。 张载企图解决这个问题, 便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架构两分人性, 而在天的知性之必然之善上维系住了儒学对于人人必可谓谣顺的理论立场, 程浩向上议题, 重视圣人境界的胸怀洒脱而以天下善恶皆天理之说又使此一议题焦点模糊, 这是因为程浩从性善的天道本体论问题转至实践的功夫境界论问题, 五,在主体的圣境中消融现象的善恶, 并非在天道的本体中主张有善有恶, 而程浩则再度提起此一问题而语澄清。 程浩之理论努力的重点有二, 其一为肯定自天道至人心有一个绝对的善知本体在者, 其二为借由气性财情欲等概念的重新定义, 以性气二元架构关系将恶安置在财情欲等存有结构中, 而开启儒学存有论哲学的讨论理路, 并为朱熹所大力继承并发扬之者。 简言之, 它是在价值立场问题上建构性善论的本体论以捍卫向善的追求, 而在存有论问题上安排恶之所以出现的存在机制以说明恶之可能。 恶之可能的存在结构说明清楚, 性善的价值立场意已确立, 则修养论的论述即得已进行。 换言之, 以天道至人性存在说性善本体, 而人性以下则说恶的存在结构之意义, 因此就存有论问题而言, 自天道以至人性有义说存有的理路, 在人性之中亦有义说存有的理论, 前者以说善为目标, 后者以说恶为目标。 说善之善已是一价值意识之独断, 乘以于此无有论证, 有所进行的是存有论问题意识脉络上将人性与天道合一同体的概念安排, 因此可以说善意识的本体命题上成一位有创造, 善意识的存有的未成一却有所说明, 说明之以, 善意识的本体提供存有架构的说明, 也可以说善意识的天道观及人性论是架构于存有论问题的说明体系中, 也就是说在本体论的价值立场上乘以直接继承孟子中庸一路未有质疑, 义无创造, 真有创造的是就天道及人性的存有论架构作关系说明, 也就是学界一般说性及理一路知识者, 这也正是存有论问题。 以下先就成一如何陈述性善本体的存有论建构之里路进行说明, 至于由性与才情欲等概念关系来说明二的存在及解消的存有论问题则后文再论。 三之一, 性善本体的存有论建构 本节先论由天道以至人性存在而说的性善本体的存有论, 就此一论术系统而言, 乘以所述之材料众多, 且在同一材料中多有同时讨论性善本体, 天道性心的存有论结构, 性气财情的存有论结构, 性善气恶的存有论说明, 以及做功夫的一理格式之说明等等, 这些理论当然也必须是同一套思维的进程, 只是本文在分析时还是有讨论重点的区别, 因此以下警救所选材料之论述于性善本体的天道性心之存有论结构问题一路做讨论, 参见其言。 问, 心有善恶否, 曰, 在天为命, 在义为理, 在人为信, 主于身为心, 其实亦也。 心本善, 发于思卢, 则有善有不善。 若即发, 则可谓之情, 不可谓之心。 譬如水, 只谓之水, 至于流而谓派, 或行于东, 或行于西, 却谓之流也。 六,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城遗论述心概念时通常以心之性意说心, 及心之善意说心, 心之善意时是性之善意, 性之善意时是说的天道本体之善, 旧本文言, 城遗时是以天命即理, 理义为义, 为义即为善, 所以天命是善, 此善之在人即性, 言在人生之主宰时即心, 因此人之主宰即一性善之心, 此心主宰着天命之善之理。 以上说善之论述可谓是性善论的本体论建构, 而说心性天理等关系者可谓是性善本体的存有论建构。 天命为何是善? 城遗是直接接受, 中庸, 言成, 一传, 言善, 孟子言善之本体论价值立场而继承之, 时未与论证, 至于此一天人贯通之本体之善之存有论架构, 城遗则是有所说明, 本文为其中一个论述, 其他的论述上有多行, 下文继续引文述说, 本文中说于有善有不善者是情而非是心, 这就是要保存作为主宰之人之心之性善本体议, 若有不善, 是心在发后的状态, 是情, 情是可收摄的, 收摄后即善, 此一以心情架构说性善本体之论述, 就是诚价的存有论哲学创作重点之一, 此一下文在未详说, 续简, 问, 人之形体有限量, 心有限量否, 曰, 论心之形, 则安得无限量, 又问, 心之妙用有限量否, 曰, 自是人有限量, 以有限之行, 有限之器, 既不通之以道, 安得无限量, 孟子曰, 尽其心, 知其性, 心即性也, 在天为命, 在人为性, 论其所主为心, 其实只是一个道, 既能通之以道, 又岂有限量, 天下更无性外之物, 若云有限量, 除是性外有物使得, 河南诚是遗书卷第十八, 诚以以性说心, 时即是要说心之必有善之本性之意, 但既以言心即是就人身之主宰而言, 既言人生即是有形之身, 既是有形即有限制, 但是人心可不有限制, 不有限制是就人心之作用之体贴天道而言, 因为心时所主于身者, 以性主身, 以性之善主身, 以善之理主身, 以天命之性善之理主身, 既以以理主此有形之身, 即以以天而行, 以道而行, 即通天下事物而无限。 此一通天下事物而为无限之意, 是以天下事之所应行党行之意理之为所行所指之其象, 则通事物而为有限阻, 以及以理上为有限阻, 并非现实上没有艰难, 以现实上之有艰难而却无价值意事上的心理困顿而言为无限阻, 即以任意事件没有在天道之理之外之更高的价值意象, 而为无性外之物, 即尽心则任意事件之理即以掌握者。 本文主要在显示成一再存有论问题上明白以心之德贯通于性与天, 其意即以皆为善性而一意, 即天性与人心各有存有地位却同意于善而贯通之。 以下继续引文讨论此一存有论问题。 又问, 性如何? 曰, 性即理也, 所谓理, 性是也。 天下之理, 缘其所自, 未有不善。 喜怒哀悦未发, 何尝不善发而终结, 则无枉而不善。 凡言善恶, 皆先善而后恶, 言及凶, 皆先及而后凶, 言是非, 皆先是而后非。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本文集明说性概念就是理概念的意思, 这是旧概念的定义而说, 至于说天下之理未有不善则是本体论价值立场的独断, 而说性是理事旧概念使用上说, 不是说天地之性及气质之性都是合于天理之义, 乘以是两分天命之性与气柄之性的, 后文将简。 本文言于喜怒哀悦之未发者指此心之上未作用者, 此时论心即直同于论性, 同于论天命之性, 故而是善, 发而有恶以是情的作用, 是说成一是在概念使用的定义上以情来说心之以发有恶的状态, 故而心始终是善, 这就是概念使用的问题, 一般使用心概念时事意将情的作用包含进来, 情恶即心有恶念, 但是成一多位在身之主宰意上言心, 并即性言心, 如此即导致心止是善, 心止显性善之理, 故而即心是善, 此善是知天命之本善之善, 这就是性善本体的存有论建构, 至于人之上有为恶之现象, 此意的有说明, 说为恶的存有论架构是由情才玉器等概念而说的, 又见, 博温又问, 孟子言心, 信, 天, 只是一礼否, 曰, 然, 自理言之谓之天, 自禀受言之谓之信, 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 又问, 凡运用处是心否, 曰, 是意也, 地问, 亦是心之所发否, 曰, 有心而后有意, 又问, 孟子言心, 出入无时, 如何, 曰, 心本无出入, 孟子只是据操舍言之, 博温又问, 人有逐物, 是心逐之否, 曰, 心则无出入矣, 逐物是欲,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本文一是成一座心性天理等概念的关系约定的存有论讨论之文, 首句心性天是否是一礼之问, 成一之回答为人心时所存之主也, 人心秉受此信, 此信在天即是一礼, 旧天言只是一礼, 非鬼神, 非物质, 而是一天道之礼, 旧礼之在于人之父语而言为信, 信为人之秉受于天礼者, 故而信即礼, 人之信即天之礼之在人而言, 是一礼信之天, 是天以理性原理说之, 旧人之所主宰者即是心, 所以心信天理一意。 以上是存有论的谈, 至于在谈修养功夫时, 成一对心概念则使用的非常节制, 一旦有心念的活动即以意概念称之, 一旦心念中足于物欲而为恶时即以欲概念称之, 或是其他引文中所用之情概念说之, 总之成以及度约束心概念之指在性善之意义脉络中使用, 轻易不让心概念负担为恶的可能性角色, 这些都是交给财情义欲气等概念来负担了, 保存了新概念的性善意, 当然是为了要求人人应为善成圣, 而这也正是成一坚守孟子拥义的性善本体论的儒家本位的终极价值立场。 以下说明成以两分天命之性及弃柄之性。 身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痛乎。 性字不可一概论。 身之谓性只讯所柄受也。 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 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及,俗言天成, 皆生来如此,此讯所柄受也。 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 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4 本文集讨论,天命之性,及,气柄之性, 之两分架构,此一区分自章载时, 成一更有发明,重点在说性即理以及情才欲的存有论建构。 既言,天命之性,即是言于此性之理者, 则性之理无不善,性之理是善之意成一事既成于先儒之架直立场之独断, 并未在此有心的论证。 而本文所承说的重点还是在界定性是理之意, 这就是存有论问题意识的创作, 既是理就是纯善, 天命之性就是纯善, 而,说明恶的现象, 那就是气柄后知, 生之畏性, 知性, 气柄之性, 即, 生之畏性, 命题所论及者, 此后则连着才情欲气等概念来说明生而为人之后的存有论架构。 以下说明成以所建构的善与天道性心情命等概念的存有论架构。 称性之善为之道, 道与性亦也。 以性之善如此, 故为之性善。 性之本为之命, 性之自然者为之天, 自性之有行者为之心, 自性之有动者为之情, 凡此数者皆亦也。 圣人应是以致名, 故不同若此。 而后知学者, 随文西意, 求其意之说, 而去圣人之意愿意。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5, 本文集是天, 道, 性, 心, 情, 命等概念的存有论建构之说之植树命题, 乘以以性概念为中心, 性就其指导性意志之内含为善之意而言为道, 性就原其自意之为受负命之根本原理意而言为命, 性就其乃根源于自然天地万物之意而言为天, 性就其自身之存处于有行人身处之意而言为心, 性就在人之有感受性活动之状态下而言为情。 这就是性自意的存有论建构, 建构之而有性善本体论的坚持, 本体立即的有主境功夫之用。 有本文义的建出成以有存有论的概念界定的理论创作, 而无性善意志的为何是善的理论创作。 以下在深论性善本体的意志。 自信而行,皆善也。 圣人因其善也, 则为人亦理智信以明之, 以其施之不同也, 故为武者以别之。 何而言之皆道, 别而言之亦皆道也。 舍此而行, 是被其信也, 是被其道也。 而世人皆言信也, 道也, 与武者亦, 其亦符学于。 其亦未体其信也于。 其亦不知道之所存于。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5 说道即是说性, 而性的内容亦含即是善, 善中含人亦理智信, 分之皆道, 合之亦道, 即是道即从天命下贯说, 即下贯即是性, 故而自信而行皆是善, 指其自信不自信之主体实践功夫之落实不落实而已。 落实之即性而道而皆善矣。 说性是善是本体论问题的讨论, 说性善中人亦理智信分言和言皆是性, 也皆是道, 这是存有论哲学问题的讨论。 既然是性善, 就是人人可谓圣人, 这也就是孟子一路的继承。 见下文 道俗未大 性未大 千里之远, 数数千岁之日, 其所动静起居, 随若亡矣。 然时而思之, 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 数千岁之久无一日之静, 人之信则亦大矣。 一 人之自小者, 亦可哀也矣。 人之信亦也, 而是知人皆曰无何能为圣人, 是不自信也。 其亦不察乎。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人性既皆本善, 既善则实见之即圣人矣, 故而未能为圣人皆仁之自小者矣, 此亦自孟子至章载成号皆以言之, 关键即在性善之确立。 沉移从存有论入理, 当然亦是孟子性善说的既成语发挥。 三之二, 气柄之恶的存有论建构。 以上将性善论的本体论问题及天道及性及理及善的存有论架构陈述清晰之后,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便是恶的存在问题。 陈以此处基本上是在张载的气质之性的观念上借由孟子文本的解析而处理此事, 这就是对于以仁为忠心的心、情、财、欲、气等概念的界定而做的处理。 处理的要点就在说明恶是气质之偏且在发而为情的状态下才置身的, 因此为善是当然可能的, 但是当然还是要做功夫, 所以做功夫成圣贤的可能性不应有为恶的现象而断绝。 这样就保住了性善本体论的立场, 而处理的途径则是透过心情财欲气的存有论建构来完成。 陈以这样的讨论开启了如学讨论人性问题的另一条重要理论脉络, 作者以之为论说实践主体的存有论者哲学, 其实它就是针对人存有者的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的心性财情欲的架构进行概念定义, 定义之而说明恶, 说明恶中又保留本体之善, 本体之善保留而后就又可以要求做功夫成圣贤了。 陈以在此处之讨论是就着性善论及性气二元结构而为的论述, 因此慕宗三先生亦以此类问题为一本体宇宙论的问题, 以及既是一价值判断问题也是亦存在结构问题。 以下隐文说明弃有不善性无不善之说, 弃有善不善, 性则无不善也。 人之所以不知善者, 弃昏而赛之而。 孟子所以仰气者, 仰之之则清明存全, 而昏赛之换去矣。 或曰养心, 或曰养气, 何也。 曰,养心则误害而已, 养气则再有所率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1下, 本文标明弃有不善性无不善之说, 说性即说天命之性, 此事本善, 说气即说气柄之性, 此中有恶, 但非本恶, 气昏而赛的结果, 以此一性气结构说功夫时, 配合孟子养心养气功夫解释之时, 说心即连着性说, 性是善, 故而养心即误害, 气有恶, 故而养气即率之, 率之即以致率气, 以致即以心, 即以善意致率之。 心连着性说, 才连着气说, 情与欲视心的状态之顺气而行之时, 故而有恶。 单说心时成疑不以之有恶, 非人不可能为恶, 是成疑不以心为说恶的主体, 而以心体之在情在欲之状态说为恶。 后文更详知, 问, 人性本名, 因何有必, 曰, 此须所理会也。 孟子言人性善事也。 虽寻, 洋溢不知性。 孟子所以读出诸儒者, 以能明信也。 信无不善, 而有不善者才也。 信即是理, 理则自谣, 顺至于徒人, 亦也。 才禀于气, 气有清浊。 禀其清者为贤, 禀其浊者为于。 又问, 于可便否, 曰, 可。 孔子为上至于下于不宜, 然亦有可宜之理, 为自暴自弃者则不宜也。 曰, 下于所以自暴弃者, 才乎, 曰, 故事也, 然却道陀不可宜不得。 性质一般, 岂不可宜。 却被他自暴自弃, 不肯去学, 故宜不得。 是肯学时, 亦有可宜之理。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沉宜谨守孟子性善之人性论立场的方式是以性为理概念, 理是天命之理, 故而只能是善的, 而人性之理即是善的, 则任何人皆可自作功夫以成圣贤, 不肯做功夫即是自暴自弃, 此意自视清楚。 沉宜教有创意的讨论是以才说恶, 才是气柄下的概念, 但是气柄的结果是使其至于有别因而有善有不善, 亦即有可能为恶的财, 但是此可能为恶的气柄之财仍有是善的性, 因此即便有人秉受可能为恶的财, 却仍不是绝对性的限制其人之人可谓善成圣, 因此财上没有上至下于不宜之事, 因为性不动, 是善, 其敢于更正恐老夫子的概念使用定义, 可谓以理透彻言之凛然。 因此成疑之说性之必善, 才之不善的理论作用, 其实就是谨守性概念之必为善, 以及因此之人之必可成圣之目的。 至于戏论之, 张载及以言于气质之性之有恶之说, 因此如人有说性之善者即应是天命之性之性善之意者, 此一章载以天地之性之概念说之。 以下继续伸说成以言于财气之恶的问题。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性意也, 何以言相近, 曰, 此只是言气质之性。 如俗言性即性缓之类, 性安有缓即。 此言性者, 身之谓性也。 又问, 上至下于不疑是性否, 曰, 此是财。 须理会的性与财所以分处。 又问, 中人以上可以与上, 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 是财否, 曰, 故事, 然此只是大刚说, 言中人以上可以与之说尽上话, 中人以下不可以与说尽上话, 上话也。 身之谓性, 凡言性处, 需看他利益如何。 且如言人性善, 性之本也, 身之谓性, 论其所并也。 孔子言性相近, 若论其本, 岂可言相近。 只论其所并也。 告子所云故事, 为孟子问佗, 他说, 便不是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中成以以极为明确的义理规划的进入将性概念的善恶两端语以澄清, 说性善是说的性之本, 也就是天命之性, 也就是与道为依的性, 这是作为理的意义下的性, 所以他处也说性即理, 至于性自还可以有另一气柄之性之意, 这是说的告子之身之谓性的性意, 这是中人以上或以下的性意, 这是性相近或不相近意下的性意, 这是上至下于之意意下的性意, 这是财的范畴, 所以在陈仪的概念约定中, 才是弃柄之性, 但是才非性之本, 因此论于为善不为善不是财之罪, 因为还有性之本的天命之性在, 因此是有没有做功夫的问题, 不可因柄有可谓不善之财即必不为善, 依据陈仪论说功夫的系统而言, 这也就是有没有做本体功夫的问题, 有没有逐境, 有没有实践, 以下继续说财之存有论问题, 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 若服为不善, 非财之罪, 此言人献逆其心者, 非观财事, 财有盐材料, 须可以为伦, 只可以为良栋, 若是悔凿坏了, 其观财事, 下面不是说人皆有四者之心, 或曰, 人才有美恶, 岂可言非财之罪, 曰, 财有美恶者, 是举上天之言也, 若说一人之财, 如因赴岁而赖, 因凶岁而报, 其财值之本然邪,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集是以财概念说弃柄之性, 弃柄之性故有至于上下之别, 但是若为不善, 则是自己献逆其心的结果, 并非至于上下即必然只能为善或为恶, 碰到环境条件而为恶行者, 皆仍是自献其心所致, 臣以此说既把为恶的可能性由财来承担, 却又仍然不许有财气之柄及必为恶, 故而保留人虽有为恶之可能, 却仍然应该为善以及必然可以成圣的存有论原则, 因为性之本人是善的, 臣以此处用献逆其心意与说之, 其实在其他的文本中臣仪是将献逆状态交由情概念来承担的, 以下在说才之必可疑之存有论原理, 性出于天, 才出于气, 气轻则才轻, 气浊则才浊, 辟游木烟, 屈指者性也, 可以为动良, 可以为催觉者才也, 才则有善与不善, 性则无不善, 为上至与下于不疑, 非为不可疑也, 而有不疑之理, 所以不疑者, 只有两般, 为自暴自弃, 不肯学也, 使其肯学, 不自暴自弃, 安不可移栽, 杨雄, 韩玉说性, 正说者才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九, 本文义未明说是, 才才有善不善之事, 至于性则无不善, 此意下之性是出于天者, 以及是天命之性者, 而才是出于气者, 以及是人存有者的气柄者, 此中气柄较强势者, 如上至下于者, 即有难以其性之现象, 智者为人当为善, 若愚者为恶即应改之, 虽难以而非不可疑, 若不疑即是自暴自弃, 说不疑是自暴自弃, 即是孟子性善论下的必然蕴含, 故而成以此说时是为孟子本体功夫建构更为明确的存有论原理依据, 至于路亡之心学, 则是继续论断意志贯彻的本体功夫之学, 所以是本体功夫之心学与存有论之性理之学之别, 两路都明白地式梦学的继承与发展, 同意在见下文 少承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虽圣人付出, 不亦此言 孔子曰,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为上至于下于不疑, 下于非性也, 不能尽其才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每一个人的天性皆是可以成圣的, 孔子论于下于不能疑, 乘以以其性善本体论之立场则为是才之故, 非性之不能疑于至善, 性即是善, 下于是才, 才中有性, 尽才即尽性, 能尽其才, 则人人皆可成圣, 此说成一论之入理, 成一议有论于杨雄寒玉之性之善恶魂说者其实只是说的有气柄之才之概念, 而非性概念, 总之尽以有善恶两端说性, 说天命之本则是理意义的性, 这是善的, 说气柄之受则是才意义的性, 这是有善有不善的, 在才之如此定义下, 成一当然为孟子之要求人人必为圣贤之说建立更为详密的理论系统而有意继续要求之, 参见其言, 人皆可以至圣人, 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矣, 不至于圣人而后矣者, 皆自弃也, 孝其所当孝, 帝其所当地, 自是而推之, 则亦圣人而已矣。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5 本文忠诚仪明确要求人人都应以成圣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得为此言, 必然是性善论的理论结果, 而做成圣人的方法不过就是从孝帝之行中当行而行而行, 尘圣要求是尘以理论的目的所在, 前所论之种种善恶性气之说, 不过就是为了尘圣的要求这个目标做存有论的理论可能性的建构而已。 三之三, 人概念的存有论建构 尘以从存有论讨论性概念, 主张性善本体, 至于善意义的一般的目的人意理之等概念与性概念的关系亦有讨论, 讨论的重点不是在对人意本体的再强调, 这不过就是性善本体之意之重负, 就成一支讨论的重点而言, 依然是一个存有论问题意识脉络下的讨论, 人意理之实为善之同意词, 善即性之善, 而性在存有论的性气结构中早已是一超然无形的理体性存有, 因此人意理之等概念意因为意理体意之概念, 这就是成一讨论的重点, 这并不是一个功夫境界论的讨论如成号之实人说者, 而是一存有论问题意识的概念规定意的讨论, 这也是成一打开的一个新的意理世界, 极具创造性, 值得重视并语澄清。 以下说成一的人性爱情说, 问人, 曰, 此在诸公自私之, 将圣贤所言人处, 内具观之, 体认出来。 孟子曰, 策影之心, 人也, 后人遂以爱为人。 策影故事爱也。 爱自是情, 人自是性, 其可专以爱为人。 孟子言策影为人, 盖为浅以言, 策影之心, 人之端也, 既曰人之端, 则不可辨为之人。 退之言, 博爱之为人, 非也。 人者故博爱, 然便以博爱为人, 则不可。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明白以人是性, 爱是情两分人与爱, 以及性与情, 显然这正是一种存有论哲学的问题意识, 是对概念意义进行意义约定的讨论, 而不是要求学者要实践价值, 要在侧影处见人, 也不是在评判别人在价值实践上所达至的境界, 就博爱之实做而说畏惧仁德。 而是就价值概念存有性地位做理论讨论, 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哲学问题, 过去未曾有如者如此郑重的思维过的。 性事理体存有意义下的概念, 情是心的作用状态意义下的概念, 使以发之意的层次, 因此仁义理智这几个属于性层次的概念就是性事理, 不能在概念定义上混同于爱这个属于情的意义下的概念, 侧影修恶词让是非就是这种属于情的层次的概念。 成仪这样的区分乍件之下很不习惯, 燃寻其意, 意识清晰, 成仪自是不再论功夫, 论功夫哪有还分爱分人, 人即是爱, 人甚至是知痛痒, 知痛痒是成好论人, 朱熹也反对, 朱熹是反对人概念的知痛痒之定义, 成好是说的进行人的性善功夫时就要对他人处境有所感知, 成好是功夫实践的谈, 是对人的性善本体的本体功夫的操作性使用, 朱熹即成仪是对人的性善本体的概念的存有论介说的谈, 谁也没有否定了谁, 只是各自谈了不同的哲学问题, 问题指出在朱熹不解成号的问题意识而已及意辩驳而已, 但是朱熹对于成仪的这种存有论问题意识的继承确是准确的, 而这也正是成仪如学的重要创造性贡献之处。 下文童未说人性爱情义, 仁义理智性, 于性上要言此五事, 需要分别出, 若人则故依, 依所以为人, 侧隐则属爱, 乃情也, 非性也, 数者入人之门, 而数非人也, 因其侧隐之心, 知其友人。 唯似者有端而性无端, 只有不性, 更无有性。 如东西南北以有定体, 更不可言性。 若以东为西, 以南为北, 则是有不性。 如东即东, 西即西, 则无有不性。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本文前段义是明说策影是爱, 爱是情, 爱非性, 仁义理智是性不是情, 故而不是爱。 至于说要性概念并于仁义理智之后, 故应为前四者之性时, 此意对性概念作定义之说, 非观重点。 另言于术者入人之门, 而术非人, 则皆是对于, 实践人之性理之方法并非即是性理, 之存有论讨论。 下文一提孝替非人之说, 问, 孝帝为人之本, 此事由孝帝可以致人否, 约, 约, 非也。 为行人自孝帝使。 盖孝帝是人之一事, 为之行人之本则可, 为之是人之本则不可。 盖人是性也, 孝帝是用也。 性中只有仁义理智四者, 基层有孝帝来。 照本座基层有许多班数来。 人主于爱, 爱莫大于爱卿。 顾曰, 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河南诚事遗书卷第十八。 诚遗对于说人是性层次的理体的概念定义 却是十分强调的, 仁义理智定义味性层次之后, 其他的一切实践人的次得目就都属于其用的层次, 必须予以清楚区分, 因此如孝帝等实践人的次得目就不能在概念的定义上 还被认知为就是完全等同于人概念, 因此解, 孝帝为人之本, 义语就必须清楚说明为孝帝是行使人的入手处, 而不是孝帝是人概念的本质, 人就是善, 人总设人义理之, 人义理之皆信, 信义为善, 信是理, 孝帝是实践人的入手方法, 实践人则除了孝帝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的目击规约, 因此论于人之本者则就是性善意义而已, 作者认为, 成疑这种概念规定似乎有点死板, 信中只有仁义理之却不可有效地中数等等, 这是把孟子的四端心说于以性体的绝对化了, 信中有什么德目, 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论述的, 君不见, 成知者仁之道乎, 则成佑为何不能以是性呢? 所以此说是成疑守得太紧了, 至于人是性而不是情这是可以做存有论概念规定的, 这一部分就不需要反对了。 在存有论的讨论上, 信中之物可不可见呢? 成疑也讨论了这样的问题。 亦还应是而见否? 曰,非也, 信中自有。 或曰, 无状可见, 曰, 说有便是见, 但人自不见, 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 且如信, 何须呆有物方只为信? 信自在也。 显所言见者是, 某所言见者里。 如日不见而张是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说义是性中自有者, 当然即是与说仁义理之是性中自有者同意, 但本文特别讨论到义自是不可见, 不需因是而见, 性中自有即已是时有, 时有却又不可见, 因其根本是理, 不需待物方的见此意之性, 以及即便不在事物上显, 亦不妨碍其本位时有, 时有于性中。 这些讨论都是针对一个原理意义的抽象概念的存有特征的讨论, 它作为理存在已经实然在性中了, 善观者即是而见, 不善观者即是而不见, 关键即在观察者是否就即性而发为仁义之心形, 若有即的即是而见, 反之不见。 重要的是, 诚意以意味性为理无须因是而见, 却仍昭然而在天地之中之讨论一段, 确实是存有论哲学问题意识的思考, 此集作者不断申诉为诚意哲思的特色重点所在者, 这其不正于老子之言于, 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知同为中国哲学之存有论问题之讨论, 七、 三之四, 中和说的存有论与功夫论建构, 中庸, 言于喜怒哀悦与中和一段文字, 既可引发行上道体问题的讨论, 又可引发功夫修养问题的讨论, 还可涉及人性善恶的界定问题, 诚意在此有所处理, 基本上是基于前述存有论哲学创作立场的论述, 并基于功夫论的讨论, 并同时诠释, 中庸, 文艺, 因其意见意有特殊意志, 值得重视并讨论之。 简言之, 诚意论于此段文字之诠释者, 有旧文艺作解释者, 有依据他自己的哲学创作而及文艺已发挥者。 未发时仪式不论, 只能谈存有论问题, 以性畏中, 以发后则畏情的状态, 可以论善恶对错, 也是下功夫的要紧的, 故事于以发处谈功夫, 于未发处谈存有, 若就未发谈功夫, 则性中皆善非观功夫, 只凭日涵养仪式可谓, 然涵养并非所谓未发功夫, 成仪式不再未发处谈功夫的, 这是他对以发未发的定义方式。 以下隐文逐次说之, 中和, 若只与人分上言之, 则喜怒哀悦未发即发之谓也。 若至中和, 则是达天理, 便见得天尊的悲, 万物化欲之道, 只是智之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成仪之意味, 就人性存有者之活动而言, 有一味有活动之喜怒哀悦之未发的在中的状态, 也有意以发而终结的在和的状态。 若以发且终结则是主体进行功夫修养而达至天理的状态, 这就是本体功夫的落实, 而成仪也以之为智之的结果, 所以成仪的智之也是本体功夫路线下的概念。 智之后文再论, 此处本文应重视的是成仪以智中和为一本体功夫的实践活动之权式模型。 喜怒哀悦未发未知中, 只是言一个中体。 既是喜怒哀悦未发, 那里有个什么? 智可谓之中。 如甘体便是剑, 即分在诸处, 不可皆明剑, 然在其中矣。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 发而皆终结为之和, 非是为之和便不中也, 言何则中在其中矣。 中便是寒喜怒哀乐在其中矣。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七。 本文是对天道性体的指点, 指出有此一天道性体之中一只在于人性之中者。 说未发之中只是一个中体, 说未发时无有一物, 即是说此时只能设想那个性体层次的问题, 要讨论就只能就性体讨论, 则这时只是一个存有论的哲学问题。 说天下事物皆有中就是说天下事物皆有性一般, 此时则只能论述着那个冷冷的理体, 如肝体是健, 昆体是顺, 而性体是善, 但因尚未显现未情, 故而一物不见。 就何而言, 则是说主体进行了本体功夫的实践活动之后的状态, 因以性而发, 故以手中, 故适合到达理之状态。 以发而不终结即是不合到不如理, 然论于何即是有合到有如理的主体活动状态, 因为性体之中已然蕴含在主体实践之质和的结果中了, 故言和己有中在其中, 此处仍是存有论问题的讨论。 说存有论问题时是死板板的概念规定, 说功夫论问题时是活泼泼的主体活动, 以发为发与中和问题有存有论论术脉络, 也有功夫论论术脉络, 下文即含功夫论论术脉络。 苏记明问, 中之道与喜怒哀悦未发未之中, 痛否, 曰, 非也。 喜怒哀悦未发誓言在中之意, 指一个中字, 但用不同。 或曰, 喜怒哀悦未发之前求中, 可否, 曰, 不可。 既思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 既思即使已发, 思于喜怒哀乐一般, 才发便未知何, 不可未知中也。 又问, 旅学誓言, 当求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信思言也, 恐无这摸, 如知何而可, 曰, 看此与如何地下。 若言存养于喜怒哀悦未发之时, 则可, 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则不可。 又问, 学者于喜怒哀悦发时, 故当勉强才义, 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 曰, 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更怎深求。 只凭日涵养便是。 涵养久, 则喜怒哀悦发自终结。 或曰, 有未发之中, 有祭发之中, 曰, 非也。 既发时, 便是何以。 发而终结, 故事得中, 时中之类。 只为将中和来分说, 便是何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此处本文是说功夫的, 成一步以喜怒哀悦未发出言功夫修养, 这时是概念错置之物, 有喜怒哀悦即是有道德抉择之事件发生, 有事件因而有喜怒哀悦的情绪, 有情绪而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即是发而终结的本体功夫的落实, 此时说何, 说何即是有忠在何, 即是有性善本体的贯彻之功在。 因此作者说成一事在已发处说功夫, 至于未发处是不说功夫的, 若有问于未发前功夫如何, 则成一即已一旦有私即使已发, 因此没有所谓未发之私, 以及没有未发的功夫, 以及没有不在道德抉择事件下的情绪, 没有情绪时只是一在中的性体, 在中的性体有理在却无功夫的活动。 此时成已转向讨论存有论的哲学问题了, 若一定要论功夫, 那就是平日的涵养, 平日中并非有强烈喜怒哀悦的情绪之时的涵养功夫, 此处讲涵养是此意, 此意之涵养是否为一本体功夫呢? 作者认为仍然是一本体功夫, 因涵养久后仍有助于发而终结, 故而所涵养者必仍是此一性善本体的天理之心。 既是本体功夫, 即是以道体下惯的存天理的主体功夫, 此意成已以涵养及主境说之。 这也是成已至诸悉对功夫的重要意见。 总之, 成已以喜怒哀悦未发食言功夫是概念错制, 并非他不主张有平日涵养功夫, 既言于平日就是没有强烈喜怒哀悦的情绪的平日, 这时的功夫不叫作未发功夫而叫作涵养, 未发而功夫是概念用错了, 说概念用错了的思路就是讨论存有论的概念约定的哲学问题的思路。 因此解析成已知学之时, 若非言分基本哲学问题, 必会错解其意, 置身疑惑, 成已知说自是既抽象又多有转折, 不亦为人所了解, 因此他自己也就有反复的讨论。 记明问, 先生说喜怒哀悦未发未之中是在中之意, 不识何意? 曰, 只喜怒哀悦不发, 便是中也, 曰, 中莫无形体, 只是各言道之题目否, 曰, 非也, 中有甚形体。 然继位之中, 也须有各形象。 曰, 当中之时, 耳无闻, 目无见否, 曰, 虽耳无闻, 目无见, 然见闻之理在始得, 曰, 中是有时而中否, 曰, 何时而不中? 以事言之, 则有时而中。 以道言之, 何时而不中? 曰, 故事所为皆中, 然而关于似者未发之时, 竟时自有一般气象, 即至皆是时又自别, 何也, 曰, 善观者不如此, 却于喜怒哀悦已发之即观之。 贤且说竟时如何? 曰, 未知无物则不可, 然自有之觉处, 曰, 既有之觉, 却是动也, 怎身严静。 人说, 负其见天的知心, 皆以为至尽能见天的知心, 非也。 负之挂下面一画, 便是动也, 安得为之境。 自古如者皆严静见天的知心, 为某言动而见天的知心。 或曰, 莫是于洞上求尽否, 曰, 故事, 然最难。 事事多言定, 圣人便言止。 且如物之好, 虚道是好, 物之恶, 虚道是恶。 物自好物, 观我这理甚事。 若说道我只是定, 更无所为, 然物之好物, 以自在理。 故圣人止言止。 所谓止, 如人均止于人, 人臣止于尽之类事也。 亦知更言止之一曰, 更其止, 止其所也, 言随其所止而止之, 人多不能止。 盖人万物皆备, 欲誓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 更护而出, 才见得这事重, 便有这事出, 若能误各复误, 便自不出来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前一段论, 中, 时事讨论存有论问题, 后来论, 动静, 时事讨论功夫论问题。 论喜怒哀悦之未发之在中时就只能论于性体, 它是理体, 它无形象, 若要说形象就是无形象而已, 但是它是必有势力, 并且事变在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中, 而当然在人为之事件中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彰显恰当而显示性体在中之天道, 要如此那就进入做功夫的层次。 以上论于存有论的性体之中意。 接下来论于论于已发未发之功夫论问题, 前已论及, 乘以谈功夫不在未发处谈, 而在已发处谈。 顾未知, 善观者不如此, 却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即观之, 这是因为善恶分叛, 意志凝练的本体功夫就是发生在有情绪的情境中的修养活动, 而这就应该是一个已发的概念所定义着的状态, 从概念定义上, 未发则一切状况都没有发生, 所以也没有任何情绪, 所以也没有任何可下手做功夫的地方, 既有知觉, 却是动也, 怎身严谨。 所以成已已未发时做不得功夫, 指平日涵养即逝。 事实上, 这个平日涵养, 成已也可以就把它定义为未发前的功夫, 但是他此处不这样使用这个概念, 至少在本文中他不这样使用, 不过他文处成已还是谈了未发的功夫, 此赞不论, 见后文。 旧哲学研究研, 成已的概念使用就是他的哲学创造系统的建构环节, 所以我们也不必从已发未发应该是什么意义的诠释角度来面对成已的界定, 我们只要谨守成已的界定以认识成已哲学, 这就是作者本文写作的重点。 接下来本文的重点就转入了功夫修养论的讨论了, 于已发观之, 即是于心念已动时观之, 即是后来朱熹所谈的, 查实, 形态的功夫了。 所以成已自己说复卦式, 为某言动而见天的之心, 回答弟子问题, 末是于洞上囚禁否, 曰, 故事, 然最难。 不过, 这个囚禁的解说成已即以, 指, 来说明。 成已说圣人功夫即是指, 指即是物在其已发之时就其当然之好物而好物之, 主体动而不偏思于他处, 故而成已文中说是是之定之非是, 若说到我只是定, 更无所谓, 无所谓不是儒家的态度, 因为, 物之好物, 意自在理, 故而应是有所谓之时之意志之指于此当然之好物者才是功夫, 以及主体意志贯彻指定在道理之当然处, 私心不出, 以及是做功夫已到, 指的境界, 八。 总之, 这些动作成已都不打算放在未发概念定义系统下说, 这些都是动中囚禁, 囚指, 囚禁的功夫, 其实是属于后来朱熹界定的静存洞察意下的洞察形态了。 虽然如此, 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的静, 能静则自知此矣。 或曰, 静何以用功, 曰, 莫若主依, 寄明曰, 常患思律不定, 或思一事未了, 脱事如麻又生, 如何, 曰, 不可, 此不成之本也。 虚是习, 习能专一时便好。 不拘思虑与应事, 皆要求一。 或曰, 当静坐时, 物之过乎前者, 还见不见, 曰, 看事如何。 若是大事, 如祭寺, 前书必明, 头旷充耳, 凡物之过者, 不见不闻也。 若无事时, 目须见, 耳须闻。 或曰, 当静时, 虽见闻, 莫过焉而不留否, 曰, 不说道非礼物事物听。 悟者静止之词, 才说福字便不得也。 问, 杂说中以赤子之心未已发, 是否, 曰, 以发而去道未远也, 曰,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若何, 曰, 取其唇一尽道也, 曰, 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若何, 曰, 圣人之心, 如敬, 如止水。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中乘以即已未发未标题而讨论起了功夫观念来, 说尽中亦须有物, 就此物之讨论而言, 上依隐文言于未发之中时诚义强调其中也有个形象, 虽耳无文目无见, 但见文之理在, 而且中是时时皆中, 故中亦无时不在, 由此可见上文说于未发时是在存有论问题意识脉络下说的性体特征, 但是此处一开始固然一言于境中虚有物, 但都不是停留在存有论问题层次的讨论, 而是直下功夫论问题的讨论, 故而标出境的功夫观念。 诚义说境时是他的功夫论的真正主张, 以及诚义是主要以境观念说功夫, 说主义知境, 说境以直内义以方外知境。 关于诚义说境是下文讨论诚义功夫问题的主题, 此处便不再展开, 此处讨论之重点以明, 诚义以以发未发问题的认定上, 是以中说性体, 以涵养说未发功夫, 也以静说未发功夫, 但是他也强调动中功夫, 即使以发功夫, 这就是他的动中求静求静求指诸说者。 可见以发未发的概念介说问题在诚义之讨论中其实是展开的不盛明确的, 最多是哪有没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情况, 说以发未发概念的, 真正说功夫问题时讲的算清楚的就是涵养主静等说法, 静时涵养是说明白了, 而静则是或动或静都是以之为功夫, 这一个论理的结构到后来诸息就将之更加明确化的解析架构起来了。 关于喜怒哀乐之存有论问题, 在引译文以讨论之, 问,喜怒出于性否, 曰,故事, 才有生时, 便有性, 有性便有情, 无性安得情, 又问, 喜怒出于外, 如何, 曰, 非出于外, 敢于外而发于中也, 问, 性之有喜怒, 有水之波否, 曰, 然, 占平静如静者, 水之性也, 急欲杀时, 或地势不平, 便有湍积, 或风行其上, 便为波涛汹涌, 此起水之性也哉, 人性中只有四端, 又岂有许多不善抵势, 然无水安得波浪, 无性安得情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沉移以喜怒哀悦为情, 而令有性, 这是他的存有论架构的思维, 张宰说心统性情, 朱熹则以沉移的性情二分来发挥, 这还是存有论哲学问题的思辨脉络下的理论建构, 本文以人性主体之存在首先当然是有其本然之理, 此即性, 有性即未有物, 有人, 有生时, 即救人论之则必有情, 喜怒哀悦即情, 情是主体的状态, 故非出于外, 是敢于外, 发于中, 中即性, 即有性之人存有者主体, 而性中本只有仁义理智之善在, 但如水有波, 故有喜怒哀悦之情, 情出于性, 有性方有情。 本文分析至此, 都是存有论的哲学问题, 重点是要说明性善而有情, 故虽有情, 但性人善, 故而人的要求君子行善, 这就是陈仪说情性关系的理论目的。 下文为陈仪说功夫之语, 义的见存有论依据之论述。 君子之学, 在于义必顾我继亡之后, 而赋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则学之志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亦必顾我事发而不终结之情, 必始终结如理, 亦即复性之功, 此即喜怒哀悦未发之前之事, 即复回至终, 终即如理而善之性, 此即由终和说功夫论即存有论之学。 4. 功夫理论的建构 功夫理论意向来是如学意里的核心问题, 但是功夫理论的问题意是脉络意有多种, 陈仪论说功夫有其特点, 向来为学界熟悉的是朱熙所继承的 他的格物质之一路, 至于他的论与主境一路的知识意 依旧有些眉目不清, 以下作者即将陈述成一论说功夫的两条路线, 作者将提出成一论与主境一路者正是同于周、 章、大臣子的本体功夫一路, 指其以静概念意识说之设之, 成以主境功夫即有本体功夫之意 至贯彻之彻上彻下意在, 至于陈仪在格物质之命题的诠释上走出来的功夫理论的格局, 作者提出下学上达功夫的称述, 上达指其论述于此意功夫之得至成圣, 下学指其论述从基础见识陶养开始, 可以为基本人格养成教育的规格, 其中由知识建立到意志贯彻, 直是以下学上达之彻上彻下的功夫意理格局之论述, 其中上达部分即是意本体功夫形态之论述, 而下学部分则是意基本人格陶也的部分, 陈仪以格物质之穷理说而配合静心知性知天说而为此一论述的完成, 并非仅只重于知识学习一面而已, 此意作者将以陈仪文本诠释而申述之, 四之一, 以主静说本体功夫, 陈仪说功夫的话语众多, 涉及到的概念众多, 用以弹功夫的命题众多, 根本上就是一位主要讨论功夫理论的儒学家, 他在存有论哲学问题上有新的建树, 并为朱熹所继承, 但是他在功夫理论方面的折磨更多, 且形成章法, 值得后人深入叹息并挖掘。 就陈仪的功夫理论的要点而言, 作者以主静说为主要标题, 这是因为陈仪的功夫理论确实是以主静说为主指, 因为它确实是在最多的论述场合中反复伸缩主静观念, 也为弟子记载最多, 其中的义理贯彻及旁通隐身的透彻性也是最强最广的, 是以讨论陈仪的功夫理论当然应该是在主静说上用力。 以主静观念为中心, 陈仪其实论述了主意指, 物各复物, 闲邪存成, 静以直内意义方外的命题, 陈仪皆能以主静说收摄其他功夫观念, 以及主静说是他的观念重心之处, 是他谈功夫观念时最有创造力的核心命题。 更重要的是, 主静是本体功夫, 本体功夫指的是凝练心神, 贯彻意志的修养活动, 有别于知识研究的下学功夫, 却同于周敦仪讲成, 张载讲大心, 陈浩讲识人, 王阳明讲智良知等本体功夫的意思, 只是成以由主静概念发挥而已。 以下作者将广映其文, 逐向申数之。 一,以下从主义说静的功夫义, 涵养无依。 河南陈氏仪书卷第十五。 陈仪说涵养, 但涵养什么? 陈仪就说是静, 前节已见此义, 静又鹤义, 静就是主义, 故畏之, 涵养无依。 陈仪说静多连着主静讲, 主义之未静, 所以静就是要主于依, 此处先以此切入体脂, 至于主义何以。 剑下文, 主义无依, 静以直内, 便有浩然之气。 浩然需要实时的他刚大直, 不习无不利。 河南陈氏仪书书卷第十五。 主义就是不以私心偏移, 没有因抑郁而来的固执, 故无事, 内心正直了使劲, 发出去做事便有个浩然之气。 要浩然要实刚大直, 要不习无不利, 此为, 周易, 昆卦修养术语, 此中仅见成疑一样有本体功夫之论述, 且并非偶尔言之, 而是时常言之, 又常有, 周易, 术语之使用。 右键 二, 以下游止说静的功夫义。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 只是做他心主不定。 要做的心主定, 为事止于事, 为人均止于人之类。 如顺之诸四兄, 四兄已作恶, 顺从而诸之, 顺何语焉。 人不止于事, 只是懒他事, 不能使物各负物。 物各负物, 则是义物。 为物所义, 则是义于物。 有物必有则, 须是止于事。 河南辰是遗书卷第十五。 以止说静一前结以见, 此处在未深述。 河南辰说静是主静, 主静也是主于一, 是强调有主之功夫, 而且是心在做主, 就任一件事之道理上之应然而即以之为处理原则, 此为止于事。 心中有被提起的主宰性价值立场, 而这个立场则是坚定地持守在善意志中, 故为止于人以理之。 每一个止都是因为有主而止, 每一个止都是主体的偏思不出现, 就是之当然处而行使之, 故实见得恰如其分地处之, 则悟各复悟之意义的解。 如果主体不足静, 有偏思, 每一件事都多出许多牢扰, 便是易于悟, 其实是主体不足于意所致。 三, 以下由弦邪存成说静的功夫义。 弦邪则成自存, 不是外面捉一个成将来存着。 惊人外面异异于不善, 于不善中寻各善来存着, 如此则其有入善之理。 只是弦邪, 则成自存。 故孟子言性善, 皆由内出, 只为成辩存。 弦邪更者胜功夫。 但为是动容貌, 整思律, 则自然深静, 静止是主义也。 主义, 则既不知东, 又不知西, 如是则止是中。 既不知此, 又不知彼, 如是则止是内。 存此, 则自然天理明。 学者虚是将近以职内, 涵养此意, 职内是本。 河南陈氏仪书卷第十五 陈宜论竟是本体功夫的意思, 在本文中一名白见出。 陈宜言孟子之性善说, 性即善, 则行动若真由内出即必是善的, 因此将外幼之邪与以隔离间闲即是由内而出, 即是成, 故而真要做功夫即是闲邪, 闲邪则成存, 存成即是本体功夫的完成, 闲邪如何进行呢? 陈宜即以静说此闲邪, 动容貌整思律是静, 静即主义于内, 主义于性善之内, 回复道喜怒哀悦之未发之本体之中, 以此涵养, 此即之内, 此事本, 如此则天理名。 以主敬畏贤邪, 以贤邪即存成, 存成即是本体功夫无疑。 可见主敬一路即直达存成之天理名之本体功夫上, 此意又见下文。 贤邪则顾意义, 然主义则不消言贤邪。 有义义为难见, 不可下功夫。 如何义者, 无他, 只是整其严肃, 则心便以义则自是无非辟之间。 此义但涵养久之, 则天理自然名。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贤邪之后即得主义但主义功夫却高于贤邪, 有了主义即无需再关注在贤邪上了, 所以应直接主义, 主义就是主敬, 就是整其严肃, 此时心中即在无非辟之间, 涵养之久即天理名。 既得天理名字是本体功夫, 因为成仪根本上已经预设性善本体, 故而主义之涵养及是善意志之贯彻之本体功夫。 四, 以下由禁及不思之本体功夫说禁的功夫义。 出门如见大兵, 使名如成大忌, 只是禁也。 禁则是不思之说也。 才不禁, 便思欲万端害于人。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禁是不思, 不禁便有思欲害人之举, 便是不仁, 这是成仪的定义, 禁则不思, 不禁则不仁, 这就使得禁当然就是锦领意志的本体功夫。 因为仁义礼之本就是信中之礼。 五, 以下由须概念的特殊术语使用说禁的功夫义。 禁以之内, 有主于内则须, 自然无非辟之心。 如是, 则安得不须。 必有誓焉, 须把尽来作见试者。 此道最是简, 最是义, 又省功夫。 为此语, 虽尽似常人所论, 然持之必别。 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 陈仪论静意连着, 虚, 说, 这个, 虚, 自义在陈仪的使用中也是有他自己的特别用法, 虚, 指的是没有思义的状态, 没有思义就是胸中有主, 有价值自主, 于是直接处事, 没有非辟之心。 由此虚异之使用, 意见尽是被陈仪说来用于收领心神的, 是职内的修养功夫, 故而即是本体功夫。 陈仪已须说尽之陈述又见下文。 有人旁边做事, 即不见, 而只闻人说善言者, 为尽其心也, 故事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主于义也。 主于内则外不入, 尽便心须故也。 必有誓焉, 不忘, 不要诗之众, 便不好。 尽其心, 乃至不皆是听, 此学者知事也。 史学, 岂可不自此去至圣人, 则自是, 从心所欲不于举。 河南陈事遗书卷第十五 陈仪已须说尽是一个固定的论述模式, 心中有尽即有主于内, 内有主即有价值定见, 即外物之又或入不得心, 乘以义即以此说心虚, 实意是无私心堵塞于内之意。 主于敬, 自此可至圣人, 则主敬当然就是彻上彻下的本体功夫。 下文即是乘以严禁而并主义说, 虚说, 涵养说之诸说以其之文。 学者先悟, 故在心智。 有位欲凭去文件之思, 则是, 决胜弃智。 有欲凭去思虑, 换其分乱, 则是须坐禅入定。 如明鉴在此, 万物必照, 事鉴之常, 难为使之不照。 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 亦难为使之不思虑。 若欲免此, 为世心有主。 如何为主? 进而以以。 有主则虚, 虚为邪不能入。 无主则实, 实为物来夺之。 经夫平阴, 有水时内, 则虽将海之境, 魔所能入, 安得不虚。 无水于内, 则停住之水, 不可胜住, 安得不实。 大凡人心, 不可二用, 用于一世, 则他是更不能入者, 世卫之主也。 世卫之主, 尚无思虑纷扰之患, 若主于静, 又焉有此患乎。 所谓静者, 主义之未静。 所谓义者, 无事之未依。 且欲含永主义之义, 义则无二三乙。 严静, 无如圣人之言。 亦所谓, 静义之内, 亦以方外, 虚是直内, 乃是主义之义。 至于不敢欺, 不敢慢, 尚不愧于乌漏, 皆是静之事也。 但存此涵养, 久之自然天理名。 河南城市仪书卷第一五。 这一段文字是 试诚以讲主静与主义, 与虚, 与涵养功夫最交集的一段文字, 实际上是试诚以主静说的精华, 是他以儒门本体功夫对制道佛的变异之文, 试诚认为他的狄论或为老学之, 欲凭去闻见之思, 故而决胜弃至, 或为禅佛之, 欲凭去思虑, 唤其纷乱, 故而坐禅入定, 前者舍弃仁义, 后者一事不畏, 皆非如门本色。 此意当只为陈宜对道佛之认定, 此处不深究其所论之是非。 陈宜认为, 在功夫修养问题上, 学者所应畏者即物于心智之管设, 因为心智不能不闻见思虑, 故应管设, 而非如道佛之气绝不思, 至于管设时如何免于为恶, 即在心有主, 而成以及以敬畏主, 有主即有价值主宰性在, 有主宰即主宰在无私心上, 无私心即虚, 此虚自意使用是臣以自己的特殊使用, 虚即邪不能入, 其实贤邪即存存, 存存即本体功夫, 亦即主境即存存以。 若不存存即不虚, 不虚即有偏思, 即有义必顾我之私心之事之存于内, 成以以无主则, 时, 说之, 这也是他的概念特殊使用方式, 因此此处之, 时, 指的是一些私心念律之事之轻占凶刺, 因此亦为外物引诱, 逐利而去, 亦是亦于物之矣。 成以举例言说, 麻烦的是, 这个粒子在意向上之虚时却正相反, 以贫贯力, 有主心虚即贫贯中时, 故外水不入。 无主心时如贫贯中空即外水的入。 本文后段又提到主境之义以无事解之, 无事即无私欲之义必顾我之必欲如何之义, 成以也以主境为涵养, 涵养即九集天理明, 因此作者及明确提出成以之主境说是意从私欲刻除以至天理明朗的彻上彻下的本体功夫观念。 6. 以下由静以之内意义方外说静的功夫意。 本文一提到, 静以之内意义方外, 以命题, 为重点在指出要静以之内, 以为功夫的重点, 直内即主意, 所以在成以之概念使用中主意与静即是一意, 至于成以对静内意外之说之权式, 则是重在直内必方外, 直内与方外的功夫状态是以内外贯通一起呈现的事件, 因此成以并未将近与一意二分而至主境失去本体功夫的意味。 再详下文, 问, 人有专物静以直内, 不物方外, 何如, 曰, 有诸中者, 必行诸外, 唯恐不直内, 内直则外必方。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集是陈宜明说内直必方外的论述, 他以, 有诸中者, 必行诸外, 的道理解释之。 作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指的是真正实做主境功夫之后的效果, 静以直内即必得意义方外, 它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的两个意义面向, 只是就功夫概念的分书而言, 既然二分近义, 则必有概念上可区分之差异在, 见下文。 问, 必有誓焉, 当用近否, 曰, 近止是涵养一事。 必有誓焉, 须当即义。 只知用近, 不知即义, 却时都无事也。 又问, 亦莫是中理否, 曰, 中理在事, 亦在心内。 苟不主义, 浩然之气从何而生? 理止是发而见于外者。 且如恭敬, 必知未将也恭敬, 虽应必薄微移而后发见于外, 然须心有此恭敬, 然后者见。 若心无恭敬, 何以能耳? 所谓得者得也, 须是得于己, 然后未知得也。 问, 敬义何别? 曰, 敬只是持己之道, 亦便知有是有非。 顺理而行, 事未亦也。 若只守一个敬, 不知己亦, 却时都无事也。 且如欲未孝, 不成只守着一个孝字。 虚是之所以未孝之道, 所以事奉当如何, 温清当如何, 然后能尽孝道也。 又问, 义指在世上, 如何? 曰, 内外义里, 启特世上求何义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与其说本文在两分敬义概念, 不如说本文在强调敬概念必何义概念, 必在义的坚守中才是尽的真谛。 以此理解, 陈宜言于敬义者又却是义本体功夫名义。 本文问答来往有几回, 第一段以敬畏涵养, 已必有事焉虚当即义, 似乎敬义又别了, 其时成义是在强调以涵养说尽之定义, 尽概念功夫被约束在尽时涵养一义上, 动时即必有事时, 必有事焉虚当即义, 义即行动时必须以义为主宰, 否则一切事业不成事业, 即皆无事了, 因此不应有义不知即义之用尽功夫, 如其言, 只知用尽, 不知即义, 却是都无事也, 原来, 陈宜的意思是要强调行动的客观方针要掌握得好, 这就是意义方外。 见下文问于, 义莫是中理否, 即是指出义即是中理, 然中理在世, 心中须有意识得, 须是心中识的余己, 以及心中已经主敬而行义, 然后才是配合合宜的行为而正确的实践之。 总之, 说义是要说的是非对错之理, 若处是是非不明, 则光是敬又有何用。 下文序论, 敬意何别? 即以敬畏端正念头贯彻意志之持己功夫, 而以意为穷理智之的功夫, 意便知有是有非, 所以成一在谈敬与意的概念分别的时候并没有把敬功夫概念形式化为只是单一心念, 而不论及意志方向, 而是人保持尽概念之以善目的位意志方向, 只是强调了光有善意志还不够, 还应该更确定具体操作的方法、程序等知识, 即以意方外之理, 故而作者说成以解释意以方外是进入实践之事掌握的范畴, 也就是他的另一路功夫理论的重点, 以及是格物智之穷理说的范畴内。 至于此一智之之事业, 亦非仅是求之于外之事业, 而是内外一智的修养功夫的事业, 以及是不仅在道理上之道认识之, 而是还要在意志上凝练贯彻之, 故曰,内外一理, 其特事上求何一也。 陈宜言尽益处极多, 在见下闻。 问,人尽以直内, 气便能充色天地否, 曰,气须是养, 即意所生。 积极既久, 方能生浩然气象。 人但看所养如何, 养得一分, 便有一分, 养得二分, 便有二分。 指将静, 安能变道充色天地处, 且气自是气体所充, 自是一件事, 静自是静, 怎身便和的。 如曰, 其为气, 配意与道, 若说气与意时自别, 怎身便能使气与意和。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人问以静集的充色天地否, 乘以以药基及记久达之, 这是乘以讨论功夫时的另一项重要立场, 即以基建持续的功夫要点之强调, 下文谈以格物质之说下学上达功夫时即以此为重点。 本文中四以静与氧气及意为二事, 实则不然, 乘以此文是要强调要氧的一分便有一分, 虚积及记久, 指刚刚当下一静, 则工业上不能充色天地, 静以直内及当下一亿方外了, 而气与意义自不别, 故而静以直内及一亿方外, 气腹配意语道, 气又一分一分氧的, 所以静是靠近即义, 而义即气, 在气之氧而中至冲涩天地的, 所以静意识的冲涩至天地的, 问题只是在要基建努力而已。 所以静是本体功夫, 而静之本体功夫的工业时效则是基建努力的结果, 而非一蹴可及, 这便是陈仪要强调的, 而不是有意做出静意二分的界定的, 实际上静意之间是二而一的贯彻相连的。 四之二, 以革物质之说下学上达功夫。 陈仪论功夫意以主静说含重说而建立论说功夫的一路, 另一路即以革物质之说建立特色。 革物质之说的重点就是借由大学革物质之观念的解释说明功夫的做法, 乘以解释的重点就是说在做道德事业时, 要先理解事物的道理, 这样去实践时才能准确。 他也强调是事物物都有它们的道理, 必须一件一件的研究, 但久了之后便能融会贯通。 另外他也强调知道了道理之后一定是可以实践的, 因为没有不能实践的知识道理, 并且知道就是为了实践而知的。 在这样的一理格局下, 作者便认为陈宜在革物质之的诠释上是建立了一套下学上达的功夫理论, 重视自我修养的实践的方法, 步骤, 重视, 社会服务时对所处理的事件的前后脉络及处理的细节等客观面的学习, 君子的修养就是在处事中实践, 处事时要讲究正确的方法, 研究事物本身的道理因而讲究处理的方法是革物质之功夫的重点, 而这个功夫当然是为了社会理想的追求而做的, 因此当然是具备了实践的动机才会进行知识的学习的, 实践的动机的确立是意志贯彻的部分, 这是本体功夫的形态, 客观面知识的学习这是操作实物的部分, 这是本体功夫必蕴含的一个步骤, 所以作者以下学上达言说此一功夫的理路意义, 上达指其本体功夫的贯彻意志部分, 下学指其知识学习的实物锻炼部分, 成疑的格物质之说绝非仅止注重知识学习一面, 而是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来追求意志贯彻后的实践功效。 格物质之说的功夫论中另一蕴含了物理之学的存有论哲学问题, 是说一物有一物之理, 这是存有论问题意识思路下的观念。 是与前节讨论性极理的存有论问题同一脉络的问题, 是后来诸希发展为理一分书说的问题。 成疑格物质之功夫论意识其功夫论之一大宗旨, 叙述众众多,以下先从主静功夫与智之功夫之河流处开始讨论。 一,以下说明主静功夫与格智功夫的关系。 涵养需用静,静学则在智之。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用静涵养式本体功夫的成疑基本理路格式, 言智之连者格物极是静学要点, 说静学极是提升主体之知能, 所以作者以格物智之功夫说即是成疑言说下学上达的功夫论哲学。 作者意思是说格物智之说本身就是一套下学上达之功夫理论, 但因此说与主静说与智义说亦有合会, 也与穷理静性致命之说合会, 因此格物智之说说本身也是一本体功夫。 二,以下说明智义的文件之之与德行之之两分的界定。 文件之之,非德性之之。 物交物责之之,非内也, 经之所谓博物多能者事也。 德性之之,不假文件。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沉移论于格物智之之之之, 是包括自然事理之之, 以及主体对待态度之之, 主体的态度是含着道德价值的德性之之, 沉移见闻之之及德性之之的区分是张载建立的, 沉移此处及强调这个德性之之的重要, 它是由内决定的, 故事性体中发出的决断, 由此的建成一论于格物智之的所格所之必是有携带价值的主体抉择活动。 三,以下强调之的功夫意味一极艰难之事件。 或曰, 人问某乙学者当先时道之大本, 道之大本如何求? 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 曰, 此故事, 然怎生得乐? 勉强乐不得, 须是知得乐, 方能乐得。 故人力行, 先需要知。 非特行难, 知亦难也。 书曰, 知之非奸, 行之为奸, 此故事也, 然知之亦自奸。 譬如人欲望今诗, 必知是出那门, 行那路, 然后渴望。 如不知, 虽有欲望之心, 其将喝之。 自古非无美才能力行者, 然先能明道, 以此见知之亦难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强调之的功夫 绝非简单的事业, 问者问于是否上达集在下学中, 大本集在五轮中, 行之乐得处事完成。 成疑肯定之, 但就此一乐的境界的达制, 却是非经一番力行的锻炼不可, 而其中至知之行义是极为艰难的, 必经穷探利索, 甚至一错再错, 却仍越错越勇, 才能终有豁然贯通, 知道如何处事的觉悟。 然为真知此, 即非真名道者。 因此成疑时事已时的为真知, 真知之时时已时的, 时的之时, 无有勉强, 乐而行之, 此则时事带经一番锻炼后 才有的真知的成果, 所以之的功课时是极难的, 岂可小事。 实际上, 成疑所论者, 若仅是客观资讯之见闻之之, 则知时即是知了, 岂有艰难, 必是合住主体的修养境界的真能落实社会工业才有其难, 故而成疑所论之智之功夫真为以下学上达的本体功夫。 4. 以下谈知事事尽得的力量。 问, 人有志于学, 然知时必顾, 力量不知, 则如知何, 曰, 只是知知。 若知知, 则知时当自见明, 不曾见人有一件事中思不道也。 知识明, 则力量自尽。 问曰, 何以智之, 曰, 在明里, 或多时前言往行, 时之多则理明, 然人权在勉强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问, 人有志于学, 却因, 智时必顾, 力量不知, 时该怎么办, 成疑回答, 还是智之。 力量不知则意味意志不觉及能力不足, 智之之后智时见明且是视率及而力量自尽, 以及知识也是实践力量的动力来源。 此处还提到未有人能在智思之后尚且终底一事不明, 这是对于主体能力的肯定, 这是性善论预设下的结果, 明事里就是反攻自省自己的处事态度, 因性本善, 故必知之, 知此时如何以善意志对待之, 故无有一人至思之后人终底有一事不明者。 至于智之的方法, 不过就是多反省日常行为, 每一件事细细理会成败对错的道理, 用心多即明白多, 也就是要事实上在自己的行为上体会对错, 也就是要实际的实践性中仁义理智的, 目而后才有的体会之真知, 此事勉强不得, 行之未至必知之不明, 必有勉强, 智之功夫做到己不勉强, 则是道理明白的结果, 所以说知事是实践的力量, 如此极可轻松见履, 此时亦是功夫已落实至一定境界了, 若还在勉强, 则必还是在事理不明的阶段。 5.以下说格物是由内而发的本体功夫, 智之在格物, 非由外说我也, 我故有之也。 因物有迁, 迷而不知, 则天理灭已, 故圣人欲格之。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本文言于格物智之是救我故有之者格物智之之, 所以沉移的格物智之正是一个主体的价值意识的觉醒的自我修养功夫, 而不仅只是物力外物智之的学习功夫, 而是宛和主体心性澄清以及事物客观环境条件的情势掌握的查之之之的自我修养功夫, 修养之后主体对内赴其天理, 对外掌握正确处事方案, 意味以尽以职内意义方外的格局。 圣人格物即是格其迷而不知而逐物而迁移的本性, 使其回复天理, 此意己与扬明一致, 我们当然不需要说成一个物说即是扬明格物说, 但至少我们可以强调成一个物说确实是连着主体修养的意志功夫, 反省主体的心意念头, 就已经是格物智之功夫的一大步骤了。 另一部分则是处事情事的掌握。 下文义是谈格智是由内而发的本体功夫。 随是观礼, 而天下之礼的义。 天下之礼的, 然后可以置于圣人。 君子之学, 将以反弓而以义。 反弓在智之, 智之在格物。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5。 本文也正式将预设了性善论的主体修养活动作为格物智之的活动录像, 格物智之的根本方式指示反弓, 即是由内而发的本体功夫, 以反弓为君子之学, 即预设本性是善, 反弓即亦是一致之的活动, 即是救者随处所及之事件, 反省主体映然的对待态度, 使得性之之明朗呈现, 甚至天下之礼一一呈现, 这就是智之, 格物就是认真的做反思的这个活动。 乘以以反弓以得天下之礼而为圣人, 则当具体格物智之的时候, 必是具体事物之之及主体意志之提升都是一起进行的。 六,以下论格物功夫须积建累积之意, 格物意须积累涵养。 如史学诗者, 其史未必善, 道悠久虚差经。 人则只是旧人, 其见则别。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格物是穷究事物的道理, 其实是穷究做事的道理, 其实是挖掘自己对待事物的眼光面向, 其实是深入价值意识的自我觉醒, 从而在更高的智慧心灵下圆满的处理事件, 因此穷礼的进程中实是主体的涵养, 涵养越深, 则穷礼越明, 因主体的智慧越通透。 所以成一格物说确实就是连着意志贯彻的心性功夫也就是本体功夫而讲的下学上达功夫。 下文讨论穷礼见九则天下一理之贯通说, 人幻世系类, 思虑必顾, 只是不得其要。 要在明善, 明善在乎格物穷里。 穷至于物理, 则见九后天下之物皆能穷, 只是一理。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本文言人们于日常处事中之不得利者即是关键没掌握好, 关键在明善, 即是知晓于是非对错之路, 此明善之达至须透过格物穷礼之功夫, 在眼前一事上格物穷礼明善而得利, 于是一事通一事, 积见即九即通天下事, 此则因天下事意在意根本原理上是相通的。 由此即见成一知穷礼就是要穷究事理, 也就是指出事物有事物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事物在社会事件中的被主体对待之道, 也是事物在社会事件中的主客观环境环节。 7.以下讨论物与理之意义 格物穷礼, 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 但于一事上穷尽, 其他可以类推。 至如言孝, 其所以为孝者如何, 穷礼如一事上穷不得, 且别穷一事, 或先其一者, 或先其难者, 各随人深浅, 如千兮万境, 皆可是国, 但得一道入的便可。 所以能穷者, 只为万物皆是一理, 至如一物一事, 虽小, 皆有事理。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本文言于万物之理之特征为其可以类推者, 至于学者穷礼之功夫可随事而下, 不宜执手一事, 以于随其可以得力处之事下其穷礼功夫, 这还真是在具体现实生活中的功夫经验的话语。 随事穷礼而可通万礼, 即是因此礼是可类推的, 故而一事入礼可通他事, 终至事事相通而容管。 成疑所谓的格物穷礼就是指的做事时要将怎么做这件事的道理搞清楚, 不是没目标的鲁莽的做, 人间是复杂万变, 如意经挂谣词之显现, 任意具体的事件都有如何处理的道理, 而一切事物也有一个共同的根本道理, 这个道理已经差不多就是后来朱熹所讲的理一分书之意了。 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理的观念的指出是成疑的重要理论贡献, 这个理论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并更为详实的解析。 这个事物中的理的穷尽的真正意思其实就是做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方式的具体细节的掌握, 作为儒家功夫理论的一个重点的强调而言, 作者以之为下学功夫, 以及具体操作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准备, 这当然是贯彻实践意志, 强化落实效果的本体功夫之所需者。 下文论万物之理之意义 置之在格物,格物之理, 不若查之于生,其的尤切。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七 处理事物有事物本身客观环境条件的道理在, 这是决定事物如何处理的关键, 但是其中更有主体如何检视动机, 确断方向, 条理意志的功课在, 为其主体的道德意志的更加清晰与更加纯粹, 则处理事物的做法才更为圆满, 因此,查之于生, 其的尤切, 因此成疑的格物之之说起是脱离主体心性修养的单纯见闻之之之学, 时事含着主体修养的本体功夫之学。 下文论格物之物及万物之理之意义 惊人欲致之, 需要格物。 物不必为事物, 然后未知物也, 自一生之中, 至万物之理, 但理会的多, 相似自然或然有绝处。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七 本文集是说明格物质之确实是包括主体心意的意志凝练的功夫, 并非仅是物的环境条件及内外艰难之客观情世之理会, 而是包括主体的对待心态的检视条理, 而是包括主体的对待心态的检视条理, 理会的多, 主体自己的智慧格局及逐次提升, 最后必得豁然有绝, 所以格物质之是内外双修的功夫, 是外在环境条件的客观资讯的学习之学, 也是内在心理状态的主观意志的修养之学, 是下学上达之学。 下文谈物我意理之意。 问,观物察己, 还应见物, 返求诸身否, 曰,不必如此说。 物我意理, 才名笔极小此, 何内外之道也。 与其大, 至天地之高厚, 与其小, 至一物之所以然, 学者皆当理会。 又问, 至之, 先求之四端, 如何, 曰, 求之性情, 故事切于身, 然依草一目皆有理, 需是茶。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前断言志之功夫在实践时, 究竟重点至于观外物还是茶诸己。 陈仪则主张物我之意理, 即物我之理事一体的, 道理事相通的, 明笔极小此, 何内外之道, 作者认为, 由此推想陈仪的明理功夫必是指的处事的致时, 这其中才有主客内外彼此一理的道理在。 事情如何办? 除了环境条件的客观外物之研究功夫要下之外, 当然也同时对于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要讲究, 这一步也就是, 反求诸身, 的功夫, 所以这个智之功夫是资讯与意志两路同时的功夫。 本文后断则强调主体的意志当然是智之要点, 但是外在的情况却依然有它一事一物的具体道理在。 作者认为, 也正是这个具体道理的重视, 陈仪才强调格物质之说的词意, 并以格物质之的功夫概念来落实这个具体之之的学习, 在杨明的功夫哲学系统中, 具体知识的学习是一个主体意志确定之后必然会执行的步骤, 因此不会如此高度提取具体知识的学习功课的优先性地位, 而这却正是成仪要关切的。 由此意的建成仪在功夫问题上所关切的重点。 下文讨论物的定义 问, 格物是外物, 是性分中物, 曰, 不居。 凡眼前无非是物, 物物皆有理。 如火之所以热, 水之所以寒, 至于君臣父子贤皆是理。 又问, 只穷一物, 见此一物, 还便见得诸理否, 曰, 虚是, 求。 虽眼子一只能文艺之时, 若到后来达理了, 虽亦万亿可通。 又问, 如今宫穷物, 一步自解, 多事推五行生辰。 如今穷理, 亦指如此这功夫, 如何? 曰, 金公就年说话煞的, 后来却自以为不是, 晚年尽之离了。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九 本文论于格物之物之定义, 乘以以之为既是外物之物理之物, 更是信中之事理之物, 既是水火之自然之事之讲究, 又是君腹之伦理原则之研究, 显见乘以就是要求对于道德行为的处理原则 进行细节研究的格物之学, 这种学问用力即九必因主体的智识的提升 而有愈来愈融会贯通的功效,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却是还是要有一步一步的努力的基建过程。 因为事物之之及事物之理皆是种类繁多, 皆呆依依厘清, 才有融会贯通的可能。 8. 以下讨论格智与诚意的关系 及物理的定义。 或问, 静修之术和先, 曰, 莫先于振兴诚意。 诚意在智之, 智之在格物。 格, 智也, 如, 祖考来格, 知格。 凡一物上有义理, 须是穷智其理。 穷理义多端, 或读书, 讲明义理, 或论古今人物, 别其是非, 或应皆事物而处其当, 皆穷理也。 或问, 格物虚物物格之, 还止格一物而万理皆之, 曰, 怎生便会该通。 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 虽言子亦不敢如此道。 须是今日格一件, 明日又格一件, 积习既多, 然后托然自有贯通处。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静修以何谓先, 以正心诚意先, 正心诚意如何落实? 再智之, 智之又在格物, 格物虚智物而穷理, 此诚意所说之次第。 是一意义秩序的次第, 而非时间先后的次第。 其实都是同一件事, 在静修之事中理会的虚格物质之诚意之功夫作为, 这其中则有如上之意义性次第。 谈正心诚意则确然是本体功夫, 但诚意仍是从智之说起, 说智之就是要确定正心诚意之意志方向及行为手段之正确性保证, 故而缺此一步不可。 说智之在格物, 说格是智, 智是智物是穷尽事物之理之意。 此一训格为智之说则成好意为之, 然成好之智是将天下事物纳入人者寻, 胸怀之中之意之志, 因其以识人功夫体贴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故其说格物及智物及亲爱感通之痛养于人民百姓之生活中之智物, 此事就竟借说主体之格物, 成一之说是修养锻炼功夫上之穷尽事理之意之说格物, 都说是智物却脉络不同。 而成一之格物穷尽之说又时是一别是非即皆是物之穷尽, 是便易利与处其当之穷尽, 是知即行之穷尽, 有之有行, 在实践实证的历程中又逐步提升智慧境界的锻炼, 果真是下学上达功夫无疑。 下文讨论没有格智功夫就没有真正的成正之事。 问忠信敬德之事, 故可勉强, 然至之甚难, 曰, 子已成敬畏可勉强, 且嫩地说。 到底, 虚是知了方行得? 若不知, 只是去却要学他行事。 无要许多聪明锐之, 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理? 有诸中, 必行诸外。 得荣安可望学。 如子所言, 是笃信而故守之, 非故有之也。 且如中庸久经, 修身也, 尊贤也, 清清也。 谣点, 克明俊德, 以清久足。 清清本合在尊贤上, 何故却在下? 虚是之所以清清之道方得。 未至之, 便欲诚意, 事列等也。 学者故当勉强, 然不至之, 怎生行得? 勉强行者, 安能持久。 除非诸理明, 自然乐寻理。 性本善, 寻理而行事须理事, 本意不难, 但为人不知, 炫安排者, 便道难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沉宜强调格物质之之功夫能使事理明, 而至处事决断有效, 平日若缺少明事理一段功夫, 仅是用力于勉强沉意, 则亦是成就不了事业, 久之, 沉堵之意志也会懈怠, 所以, 没有实践的沉意反而是劣等, 此与下的极重, 显见其对实践的重视, 显见诚意对诚意的要求是必须携带着处事方案的诚意, 而不是一意孤行的狂妄之意, 这就靠格制功夫的框住了。 而一旦事物之道理明白清楚, 客观情事也掌握, 主观态度亦清明, 则必自然乐寻礼, 轻松之志, 不待勉强, 极无难处。 下文在深说格制与成意的关系, 又问如何是格物, 先生曰, 格, 至也, 严穷至物理也。 又问如何可以格物, 曰, 但立成意去格物, 其持素却在人明暗也。 明者格物素, 暗者格物持。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本文说明格物, 以格为至即是智物之理, 是为穷理, 而又说穷理之格物之入手要精确是成意, 显见主体的心性意志的锻炼也是有助于格物穷理的成效的功夫, 其意越成, 其智越明, 其效越素, 显见格物意同时兼具成意的功夫, 以及是主体意志纯粹凝练的本体功夫。 此说在理论效果上有几个层次, 其一是格物先于成意, 这是成意格物说一直强调的, 其二是格物中有成意, 这是成意本文中提出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成意的成意说中有格物, 格物说中有成意。 前说以成意须自格物史, 后说格物之中以一成。 下文继续伸说格制与成意的关系。 大学论一成以下, 皆穷其一而明知, 独格物则曰, 物格而后知知, 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 自格物而充知, 然后可以至圣人, 不知格物而先寓意诚心正身修者, 未有能忠于理者。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五。 本文明说, 不知格物而先寓意诚心正身修者, 未有能忠于理者。 这句话可以说是成意必欲由格物智之以为下学上达功夫之权式论述的根本关键, 成意论于格物智之功夫当然就是, 要确立意志, 笃实实践。 但是他始终认为确立意志笃实实践仍是一个清醒的理之使得, 一诚心正身修的奇象中必须忠理, 此事最真实不过, 格物穷理就是讲明道理, 讲明道理之讲既是客观环境条件的清楚, 也是主观心态的确定, 如此行事才有时功时效。 而置物穷理却不是一事, 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力行功夫的千锤百炼的结果, 是一个寒阔是理名及行动果的实践功夫, 故而自格物而可至圣人。 可以说成一不认为一个单纯的诚意正心功夫是有功效及有意义的, 而是认为根本上就应先讲明道理才有真正的正心诚意功夫的, 而就大学文本的概念序列而言也却忽极是如此。 这就是成一必欲强调的道理。 但是虽然强调讲明道理一节, 却不是功夫只停留在此, 由格物至之而推充之极, 成一正心更, 家国天下, 因此道理讲明中极推动着身修心正义成的功夫, 实际上是格制成正义其作用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成一的格物至之功夫是以下学上达的功夫。 若未有此依下学, 即不能有最后的上达, 因为不格物及不中理, 即未有真正的义成, 由此可见一旦当成一谈成义时, 必定是会要求包设者事件处理方案以及主体价值义是两路的。 九,以下讨论之行和依之义。 知智则当智之, 知中则当遂中之, 须以知为本。 知之身, 则行之必至, 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 知而不能行, 只是知的浅。 机而不时污秽, 人不倒水火, 只是知。 人为不善, 只为不知。 知智而智之, 知机之事, 故可与己。 知中而中之, 故可与存矣。 知智是智之, 博学, 明辩, 审问, 慎思, 皆智之, 知智之事, 笃行辩是中之。 如代中理, 中条理, 因其始条理, 故能中条理, 由之至极能中之。 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 陈宜强调于智之之说并未割裂之行, 本文即明讲真之必能行, 文艺己与扬名无益, 因此在智之的落实中实际上已经提升了主体的意志, 即是智之也即是行, 在事物的道理的穷尽之下, 主体的应如何而行即以此而行的决心意志意的更为明白的贯彻, 因此在穷里中深入, 一级已经走在行的路上了, 一臂级在行上落实了, 如此之智之功夫才算是有所完成。 河南陈宜强调于智之岂不真是下学上达之功夫? 下文一言之行何一之意? 问,学何以有智觉悟处, 曰,莫先智之? 能智之, 则思一日月明一日, 久而后有觉也。 学而无觉, 则何以以? 又兮学未。 思约瑞, 瑞作甚。 才思辨瑞, 以智作甚, 亦是一个思。 故曰, 勉强学问, 则文建博而智一名。 又问, 莫智之与力行间否, 曰, 为常人言才知的非理不可谓, 需用勉强, 至于知穿于不可谓, 则不带勉强, 是知亦有深浅也。 古人言乐寻理之位君子, 若勉强, 只是知寻理, 非是乐也。 才到乐时, 便是寻理为乐, 不寻理为不乐, 何苦而不寻理, 自不须勉强也。 若服圣人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 此又上亦等事。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本文字功夫之下学说道上达, 在上达中说道境界, 前段论诀, 先由智之, 在思的功夫中努力智之, 一日月明一日而终, 智完全明白而为有觉, 学即要觉, 思即欲锐而至甚, 义即成一论智之, 其是仅从下学而已, 必欲在之中贯彻实践而至境界之提升而至甚贤之境界。 后段更明确立言, 知行为已知道, 行之艰难时因知之不透, 故有敬至勉强之行境, 若知之深透, 知理之当如此, 则心意已平顺, 自然乐行, 则知之而行之, 行之而乐行之, 而知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之上一等事, 则知行于之, 遂知乐行而得。 真有所得, 必是主体智慧能力皆真完美, 即是圣人境界。 此中既有下学时之勉强锻炼功夫, 又有上达之意志贯彻之本体功夫, 更有从心所欲之圣人境界。 四之三, 以静心知信之天, 穷礼静性致命说本体功夫。 成一介由, 孟子, 言于静心知信之天一段文字, 即, 一传, 言于穷礼静性致命一段文字做出全解, 全解的重点在指出, 心, 性, 天, 礼, 性, 命皆是一世, 一世则一时静了, 以及这是一套极为清楚彻底的本体功夫, 而可以如此一时静了的根据则是性善论的本体论, 性善本体的存有论, 以及主境的本体功夫, 以及格物质之的下学上达功夫, 以及格物质之理论中的物理及性理之存有论之学。 在这些理论背景的基础上, 心, 性, 天, 礼, 性, 命皆在本体功夫中动态的被建构, 互动了起来, 因此即在实践中, 诸事事一事已, 因此那个性及礼作为一个不动的理体存有, 即在实践中以心与天命的主体身份而动态地展开了。 心性天与理性命本是在两段文句中的概念, 可是因为成一论性是旧理来说, 又以性说心, 又及天位性, 又由尽性以言致命, 故而心性天及理性命便成为一套功夫理论系统下的全面观设的概念从了。 这一路的融贯的诠释当然预设了前词的本体论, 存有论, 及功夫论的成一知识概念系统, 故而本文述之于此。 以下先说心性天非有义之义。 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心也, 知其心则知天矣, 心也, 性也, 天也, 非有义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5, 本文对孟子所说加一注脚, 首先心, 性, 天非有义也之说, 非有义及皆同于善者。 天性心皆有价值亦是在者, 其皆为善, 至于天性心的存有论关系则尚结束之以降, 既有此一同意于善的关系, 则功夫自尽心下手时其意义及同时上达天命, 中间即是一个天命之性及性善人性的同构。 下文书解更详, 讨论由心至性至天的上达的意义。 问, 尽己之位中, 莫是尽臣否, 既尽己, 安有不成。 尽己则磨所不尽。 如孟子所谓尽心。 曰, 尽心莫是我有策隐修恶如此之心, 能尽的, 便能知信否, 曰, 何必如此数, 只是尽心便了, 才数者, 便不尽。 如数一百, 少却一便未不尽也。 大地秉于天曰性, 而所主在心。 才尽心即是知性, 知性即是知天矣。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八, 存有论的架构是主宰性的心在存有上预设着性, 主体性的性又秉命于整体存在界的天。 性秉于天者, 故尽此心即是尽性而知天命, 故必是即尽心即知性, 即知性即知天。 此一即知性即知天知之, 必是成好所言之, 学者须先时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知识, 时之即以体贴之而实践完成之, 而至主体的境界之以全服的含设万物为一体。 成一知全是此知性之天意是此功夫以达至境界之之, 故而此尽心之境, 时是时尽时得之境, 故尽己即以尘, 即以摸索不尽, 即无需分出一些念头去意是究竟是尽在侧影, 还是是非, 还是修恶, 还是词让的那一面上, 因为在境界中主体是不再进行知识分析的活动的。 以上由陈怡对孟子静心说的诠释, 陈怡其实已说出了一本体功夫及境界哲学之观点了。 以下说理性命为有益之以, 理也, 信也, 命也, 三者为常有益。 穷理则尽性, 尽性则知天命以。 天命由天道也, 以其用而言之则为之命, 命者造化之为也。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21下, 说理性命三者为常有益, 是当然是以主体实践的意志贯彻历程而说的, 是在穷理活动中尽性, 在尽性意涵中致命。 这个命题也强烈显示, 陈怡所说之物理其实当然就是事理, 也就是主体的对待态度及事物的环境状态共构一齐的道理之理, 而不是客观的物理存在的自然知识之理一个层面而已, 那是文件知识, 是包含了自然物理及主体处理态度的生活哲学之理, 这是德性知识。 另闻意见此意。 观物理以察己, 既能主理, 则无枉而不实。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则, 一物须有意理。 穷礼尽性致命, 只是一世。 才穷礼便尽性, 才尽性便致命。 河南诚事遗书卷第十八 诚疑之格物质之之说中即已论于事物之理之必须穷尽之说, 而此一气欲穷礼之心即已是一尽道之心, 即格物即是尽道, 因此就主体的动机以及心意的境界而言, 抑郁穷礼即是心境上已至尽性而致命之状态。 至于这个一世一物皆有理之命题的建立, 是尘一的存有论思路的展现, 但是这个极穷礼即尽性致命的命题就是尘一的融贯的本体功夫理路的铺陈, 此应是尘以理论的最真至尽之言说已。 以下说何心性天与理性命于一意? 博温问, 尽其心则知其性, 知其性则知天以, 如何, 曰, 尽其心者, 我自尽其心, 能尽心, 则自然知性知天以。 如言, 穷礼尽性已至于命, 以序言之, 不得不然, 其实, 只能穷礼, 便尽性致命也。 又问是天, 曰, 奉顺之而已。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本文即为将尽心知性知天, 即穷礼尽性致命两路和说而为一事之论述。 在此,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 在行动的意义上成以以明确贯通心性天理性命, 所以全服侍各本体功夫的一理格式, 至于意义上心性天理性命之贯彻, 却不等于急入圣境, 而仍是须在格物质之规模下逐一时集而上, 激见而至, 未可一蹴可及, 可谓成一技掌握了关键的心性论问题, 又掌握了现实的修养问题, 可谓顿见二路接照管道了。 确实是儒学史上依未重要的功夫论哲学家。 5. 意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意学史上原意入儒字, 意传、史, 纵使汉意中多有像术意学之发黄, 儒门意理义人始终是意学重振, 实际上汉意像术之学意不自外儒门, 只是有儒者排斥之而已, 像术派并不否定儒学价值立场, 指其解挂姚词意上令有像术学进入, 并借由像术更为建构宇宙论之式系统者, 就如门意理义之立场而言, 像术意与其最大的差别应是在像术意更欲设命定论, 且为预测命运而更发展战事之技术之学。 意理义即以义安命, 关心的是自我的修养, 这就是成仪的意学之路。 实际上汝门意理义亦非无像术, 首先,大眼之术以的卦象之式即是像术, 此意意理义之所需之所承认并接受者, 其次,就以卦之卦象以说卦谣词之意理的解卦之学意有像术, 此即谣未初上、上下卦关系, 成、成、应、中等像术意理者, 此意人为如门意理义之所需之所承认并接受即使用者, 如门意理义不作理论言义即创作者为战事之法, 以及更以向术进入建立宇宙论的必然信心知识系统者。 除此之外,自、异传、史、异学理论时已在若干面向上与如学意理发展紧密扣合在一起, 包括由卦谣词是异而得的修养论哲学, 以及继承伦与孟子中庸的儒家形上学, 此意在、异传、中以首度展现, 从而为宋儒打开大门,大力及用并发挥之。 首先,周廉西及太极、阴阳等意学概念建立儒家价值本位的宇宙论系统, 并及、异传、文艺之诠释、讨论儒家形上学, 并建构儒家圣人观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理论依据。 接着,张载说意、解意、这意学专注, 更在、正蒙、书中建立完备的儒学体系, 包括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完整的儒学体系, 其著作中将意学思想完全融入儒学建构中, 他淋漓尽致地使用意学术语、陈述儒学理论, 以分布清守卫意学守卫如学, 可谓已将如门意理意学发挥至极, 张载手中的意学全伏地都是如学了。 张载之外,少庸一言意, 却是明显地走了像术意学的道路, 借由意学概念建立时间史的宇宙论哲学, 借由挂名排序讨论治乱评价的历史哲学观。 少庸一学,缺乏本体功夫的观念建构, 更多的是像术脉络的宇宙论问题, 以及战士之法的技术研议, 甚为陈迷所不喜。 陈迷一言一说意甚至注意, 其著作一名, 一传,学术史上多称之为, 一辰传, 此书可称为自诵以后如门意理意的经典之作, 书中针对, 周易,六十四卦全部卦谣词进行一解, 并集于, 团, 大, 小象, 文言, 序卦, 传, 并未针对, 细词, 杂卦, 说卦, 再为注解, 成一注意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成一旧是完全继承并发挥自, 一传, 中已经呈现的如门意理意学的传统, 借由卦谣词解义, 发挥儒家修养论观念, 在, 段传, 大, 小象传, 及, 文言传, 脉络下的, 周易, 是以政治体制中的君子人格的情境认识及修养功夫未诠释的主轴, 成一即发挥之, 其中环境情境的认识课题, 就是成一言于功夫理论中的格物制之之学之旅旅强调的问题, 无怪乎成一不肯定为及格制即与诚意之做法, 环境情势认识不清者, 黄论振兴诚意, 研究环境处境才是君子治国就明之道, 由此看成一功夫论的下学上达之强调, 便成为极可理解之事。 此外, 成一谈于性善本体论者, 主静功夫论者, 时已多有发挥, 易传, 中之思想者, 例如成一大力发挥的, 静以职内意义方外, 的功夫理论本就是昆卦, 文言传, 中之命题, 可以说成一虽未注解, 细词, 杂卦, 说卦, 三传, 但是, 易传, 中关于君子修养论相关的思想都已经在他的挂窑词解义中继承并发挥了, 至于, 易传, 中的性善本体的哲学立场, 则是在他的其他著作及语录中也充分展现出来了, 成一没有继承的, 易传, 思想部分, 是其中可发挥之为宇宙发生论及战事之法的相关论述, 这正好也不是他的儒学理论创作的重点关切问题, 关于成一注解, 周易, 六十四卦经文及相关, 易传, 的诠释观点, 本文以不能细论, 为其自作, 易传序, 易序, 及, 上下偏译, 中易有可说之若干要点, 首先, 易传序, 即强调, 周易, 之理之广大西背, 且为圣人忧患后世之作, 由于, 前儒诗意已传言, 故作此传。 此中重点有二, 其一, 周易, 是圣人之学, 易及是圣人尽得修业治理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 并非仅为匹夫匹父窥测及胸贵贱之术, 故而强调细词传中所述,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上其词, 以动者上其辩, 以志气者上其相, 以补适者上其战, 其二, 亦学之意以诗其传, 成一欲回复之, 此意何在? 在此, 于是成一欲由此入义, 其时即是以义礼派进入的修养论哲学之入义之图。 传中成一名讲其所注意在, 词, 词及词义, 词义及圣人, 以言者上其词, 知词, 因为, 及凶肖长之理, 进退存亡之道, 被于词, 故而研究, 周易, 即直接研究其词即可, 因为所悟于格物制之之事者皆已尽在其词, 这就是君子学于圣人之道的见识所在, 至于卦象占诸是意皆得由此意之理解而尽之, 推辞考卦, 可以知便, 像语站在其中已, 于是君子研议及步走战事预测之图, 这世相数派一学家所悟立之处, 至于义理派如门义则走自我修养及建立行上学之路, 于是, 义经, 文词成为教化教材及生活指导原理, 君子居则观其向而玩其词,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 所以对于, 周易, 经文挂谣词之理解义成为, 尽得修业的学习重点, 得于此不达其意者有意, 为有不得于此而能通其意者也, 至为者理也, 至住者相也, 体用意缘, 显为无间, 官会通以行其典礼, 则此魔所不备, 由此得意, 得意即的为人处事的道理, 即得格物置之的时效, 即之所进退即存储之道, 故又言, 故善学者, 求言必自尽, 易于尽者, 非之言者也, 欲所穿者此也, 由此以得其意, 则在乎人为, 这些由此得意的学习又是来自于近身的反省所得, 不能切身反省者, 绝非真之言辞者, 因此就个人处事上多修养而多学习, 既能有助于理解, 周易, 文词之意涵更能让自己尽得修业, 这也就政府和陈宜言于穷理之学之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酒之自然贯通之说者, 其次就, 易序, 之文而言, 陈宜再次强调, 周易, 是生活哲学, 是人生活动的指导原理之学, 其言, 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谣, 皆所以顺性命之理, 净变化之道也, 所以都是处事之智慧之学, 并非是为预测命运后之战事记录, 因此也就不宜走上像树研异之徒, 因此也就走向修仰论及行上义理的探究之徒, 此处, 陈宜一提道理概念, 时与其后诸兮所论, 理一分书, 之说即以一致, 其言, 散之在理, 则有万书, 统之在道, 则无二致, 又言于太极阴阳概念之定义者, 义与诸兮于诸禄太极图说之变中之关于太极无极及阴阳事道的立场是一样的, 其言, 所以, 义有太极是身两仪, 太极者道也, 两仪者阴阳也, 阴阳一道也, 太极无极也, 所以总说陈诸一禄是确有其事的, 义序, 另有义强调的重点, 即义之精神时为生活世界的全服事件, 言义体义之事业时即为日常生活中的动静进退, 因此绝非一套固定的挂摇词义的知识理论的了解就是之意, 要能真正做好生活管理以至为君子成圣人之境界者才是真正之意, 参见其言, 远在六合之外, 静在一生之中, 赞于顺习, 唯于动静, 莫不有挂之相焉, 莫不有摇之意焉, 故得之于精神之运, 心术之动, 与天地和其德, 与日月和其名, 与四时和其婿, 与鬼神和其吉凶, 然后可以为之之意也。 这是因为挂摇像只是一套假设性的架构, 挂位有定向, 是位是有穷, 摇位有定位, 不能仅以一时一世就求问于挂, 如此正式固定限制了一挂的精神, 其精神不是只是文字之意里, 而是君子圣人之能实践应用于日用常行工业国阵之世上者, 只知文意不能应用者即非知意者。 如其言, 时故为时有依, 而挂意为时有定向, 事故为时有穷, 而摇意为时有定位。 以一时而所挂, 则居于无辩, 非意也, 以一时而明摇, 则智而不通, 非意也, 知所谓挂摇担向之意, 而不知有挂摇担向之用, 意非意也, 因此在陈仪的意学观念中, 真正用挂摇词向的道理以为准则而制作到了处世无碍治理天下的圣人境界者才是真正之意者。 因为, 至哉意乎, 其道至大而无不包, 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这也都是在强调意到精神之应该真正可用于事的原则, 而不是就以行以向以词的周意, 挂摇向词之学习即以为满足, 而是在生活中具体应用意里而为实践才是真正之意者。 如其言, 如其言, 虽然, 一知有挂, 一知以行者也, 挂之有谣, 挂之以见者也, 以行以见者可以言之, 为行为见者不可以明求, 则所谓意者, 果何如灾, 此学者所当之也。 意即用神, 则必有不可明求之为见为行之事业者, 而意正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之当有所为之处, 此皆成一再三生术之重点, 即意应以能行动时见为最后之意之判准。 此一言一而能行动之思路易正符合乘以强调格物质之而后振兴诚义之功夫论一指。 六, 乘以其他哲学问题的知识立场。 乘以论学, 幅度广大, 所涉及理论问题上有多项, 前文以旧作者认为他的最具有哲学创作及哲学, 使意义的论题充分陈述, 这指的是乘以上述最有创造力的观念系统以及论述清晰的材料对象。 至于乘以上有若干依据一定特殊意见的作品, 或者因为不是重要的创造性理论, 或者并没有被他论述的足够清晰及完备而形成体系者, 但意味有哲学意义的观点者, 此集本节将讨论者, 以下将提出三项乘以却有意见却不是创作主力的论点以为论述。 其一为相关的境界哲学论述, 其二为气化宇宙论的若干意见, 其三为历史哲学问题上的若干意见。 六之一,境界哲学的论述。 陈仪在境界哲学问题上谈不上有重要创造, 不如成号远胜, 但亦非不解, 故意有论及, 陈仪之理论还是以功夫论为大宗。 一般关于功夫理论的论述, 有言说于功夫的奇向者, 有言说于由内而发的本体功夫者, 有言说于功夫的接次者, 有言说于功夫主体的架构者, 有言说于要求实作者, 有言说于在境界中展现的功夫状态者, 有以上未达至境界之功夫而予以批判者, 层次众多, 非仅止一路。 陈仪言说于本体功夫之论述以主境说代表意不遑多让于阳明之言于智良之, 向山之言于力智, 陈昊之言于识人。 陈仪以格物质之穷理, 静心之性之天之解释言说出一套下学上达之功夫理论, 亦可谓一理完备。 但是在境界哲学相关议题上, 如功夫实作问题, 境界展现问题, 陈仪亦有若干言说, 只非其理论创作之重点而已, 亦理虽明确, 但所说不多, 并未大力拓展。 然义之的技术之病是语讨论。 以下谈时的境界之说, 古之学者, 优柔艳遇, 有先后次序。 经之学者, 却只做一场话说, 物高而已。 长爱渡远凯语, 若江海之境, 高则之润, 焕然兵世, 宜然理顺, 然后未得也。 经之学者, 往往已游, 下未小, 不足学。 然游, 下一言一试, 却总是识。 如子禄, 宫悉赤言智如此, 圣人许之, 亦以此字识时识。 后知学者好高, 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 然自身却只在此。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谈功夫时做到境界时的, 就是谈学者是否真正做到了该做的功夫, 以及是否达到了一定的修养境界。 旧道德教育而言, 光有价值意识之教育是不足的, 受教者必须是时尚自觉的去进行实践的活动, 这是向山阳明一路心学功夫者所强调的重点, 这个道理任何一位儒者都是知晓的, 指其理论创作的重点是否在此处而已, 若在此处, 就会把一些核心概念及命题朝向此处全解, 如阳明之强将格物说解释成正念头, 除思欲之意, 将智之说强调在极之极形之上, 但是如果如学家的理论创作重点不在实践要求的层面, 但是却在论学时谈到这方面的意思时, 那就多半会使用一些日常的概念来谈论, 陈一就是如此。 上文就是要求要实在做事, 而陈一所说者不过就是说子游, 此下至少做事实在, 而上达之徒其实正就在时实在在做一般的事上开始, 一般高谈阔论圣学功夫之时者纵然所论极高远, 若未有能行, 一切枉然, 所以要实行才有时的, 下文集强调要实事实行。 人苟有, 朝文道细死可疑, 知智, 则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 何止一日? 虚于不能。 如曾子一则, 需要如此乃安。 人不能若此者, 只为不见实理。 实理者, 实见得是, 实见得非。 凡实理, 得之于心自别。 若耳闻口道者, 心实不见。 若见得, 必不肯安于所不安。 人之一生, 仅有所不肯为, 即至他事又不然。 若是者, 虽杀一座轿。 知事未穿于, 必不为, 其他事未必然。 智如指卷者, 莫不知说理矣。 又如王公大人皆能严宣免外物, 及其灵利害, 则不知就义理, 却就富贵。 如此者, 只是说的, 不实见。 及其倒水火, 则人皆必知, 事实见得。 虚是有, 见不善如探汤, 知心, 则自然别。 习若经商于虎者, 他人与虎, 则虽三尺童子, 皆知虎之可谓, 中不似曾经商者, 神色色聚, 至成未知, 事实见得也。 得之于心, 是未有得, 不待勉强, 然学者则虚勉强。 古人有捐躯与命者, 若不实见得, 则无能如此。 虚是实见得身不重于义, 身不安于死也。 故有杀身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个事而已。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学莫贵于自得, 得非外也, 故曰自得。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见要见实理, 实理要实见, 实见即是入心, 入心即是即知即行, 行动时且不待勉强, 不实见者虽疼口说说中是未能有行。 因此无论如何扑天盖的的说功夫修养的理论, 如果没有实际实践去做的话, 功夫之事就成了无用之物, 一旦实践实做就是真有实的余己了, 也就是做了功夫而有境界了。 功夫与境界的关系是一个行动论述的同一事件的两个脉络而已, 从知识陈述上说是功夫, 从主体实际实践的方式上说是功夫, 从主体实际实践的状态上说是境界。 这一些细微的功夫理论的论述是陈昊、 向山、杨明一路的所长、 陈夷及朱熹并非不解, 只非作为创作的重点, 却仍在若干相关论述之中, 亦显现其所见时已至此。 接下来再来看看陈以谈从境界展现来说功夫的若干论述。 以下谈境界展现之说。 从境界说功夫, 是从功夫是否真正做到了来说功夫, 真正做到了功夫就有一定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的功利展现则是自然作为而非假意实施。 这重在境界展现的角度说功夫的理路, 在陈昊出多有之, 在禅宗中更多见, 陈以亦有这样的叙述, 显见他的理解意识至极于此, 只所谈不多, 并非他的哲学创作的重点。 参见 是听言动, 非礼不畏, 即是礼, 礼即是礼也。 不是天礼, 便是私欲。 人虽有益于为善, 亦是非礼。 无人欲即皆天礼。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要习思律, 便是不习思律。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十五。 前文说于, 人虽有益于为善, 亦是非礼, 即后文说, 要习思律, 便是不习思律。 这些都是旧人的向学之心意赌食不足之病而说的境界判断, 判断修学之此时, 尚未达至境界, 心中仍然人欲凶扰, 此时虽欲未善, 恰正善量不足, 尚在思欲中, 因思欲汹涌, 故要习思律, 正正见思律尚未习。 亦未来自于! 访者们想赌尚未来自于! 亦未来自于! 优优优独播禁言之道。 优优独播禁言之道! 自然而是因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